作为科技变革的伟大成果 编码机器人让人类社会进入了全新时代 而那些操控机器人通过终极考验的幸运儿 则被称为编码战神 什么 你说这个小矮子就是火焰战士 就 就是他 听说喷起飞熊和黄野蝎子都是他一个人打败的 说什么傻话 那两个可都是最新型号的编码机器人 我的超级弹球也是被这个臭小子打败的 替我报仇 替我报仇 他欺负我 教训他 教训他们 街头霸王火焰战士 小智 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 我什么时候欺负过你啊 我是光明正大的打败了你 你看他的样子 我不怕怕 我说小矮子 你真的是火焰战士吗 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谁 我可不是什么火焰战士 我叫小智 编码战神小智 什么 你说自己是编码战神 你知道编码战神到底有多厉害吗 吹牛大王 吹牛大王 教训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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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好好教教你们 健身战神 尽身战斗型机器人 我的机器人是我独一无二的伙伴 红色疯伴 第一代编码内核 真的是越来越有趣了 嗯 哈哈哈哈 你真是火焰战士吗 这个十几年前的老古董 是来搞笑的吧 如果我赢了 我的战利品是什么呀 给你这个怎么样 这 这个是 现在最流行的帝王巨蟹的钳子 呃 这一书包的好货随你挑 好 一会儿输了 可千万别后悔啊 来吧 红色风暴 玩一局吧 你还挺会装枪做事的 哼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解招吧 红色风暴 拜托你了 等一下 出现一方直接判输 嘿嘿嘿 编码对决开始 给我上 红色风暴 上 啊 别想赢我 钢铁犀牛 铁壁缠绕 红色风暴 高空下踢 接招吧 快回机啊 钢铁犀牛 这是什么招啊 他会这种平马 红色旋风 回旋摔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看清楚了吧 完全没有 太快了根本就看不清嘛 怎么可能 我的钢铁犀牛啊 不可能啊 都怪我 红色风暴对不起 我这就回去把你修好 告辞了两位大哥 下次见喽 小矮子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小矮子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花招吧 我用花招 是你神力太差了而已 太可恶了 竟然这么瞧不起人 你 戴好 你 你是谁啊 当然是可爱的守护天使了 我来接你去个地方 抓紧了 要带我去哪儿啊 阿姨 你是谁啊 放我下来 太帅了吧 我们先认识一下吧 我叫王晴 你是叫小智吗 还是火焰战士 小智 你的目标是成为编码战神吗 我早就有成为编码战神的实力了 放我下来吧 是吗 原来你这么厉害呀 那 你听说过编码学院吗 我对那玩意儿没什么兴趣 是吗 我就是编码学院的老师 只要我一句话 你就能直接入学了 入学 学校就是给小孩子过家家的地方吧 过家家 我保证 那里会让你吓一跳的 嗯 我们到了 这里就是编码学院 大管家 这里就是传授编码知识 培养世界顶级编码战神的学校 怎么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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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不会在这儿傻等着呢 大管家 呃 大管家 呃 这又是什么玩意儿 一会儿我就趁机溜走 留不走的大管家 呃 怎么回事 你你还会读新书呢吗 这样做太过分了吧 呃 呃 是朱莉安跟迪海的对决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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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开始吧 编码对决 开始 这次绝对能跟上你 我改进了怪力黑熊的编码系统 怪力黑熊 千金坠 我要把你捏碎 黑暴山营 高速攻击 骑士连击 太漂亮了 这个银头发 根本没有权力投入战斗 超胸火飞踢 买零黑熊 朱莉安 你也不用这么过分吧 李凯 你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你再怎么努力 也无法达到我的水平 那你也要尊重对手 这和双方的实力没有关系 尊重对手 是最起码的礼貌吧 你是谁 打败弱小的对手 有什么可得意的 赢了就跑 是因为这样 你就满足了吗 这里可不是小孩子 吵闹的地方 你说我 我是编码战神小智 我来教教你 什么才是真正的对决吧 要是你害怕 就算了吧 那我就陪你玩一局好了 加油 加油 快开始吧 朱莉安 加油 红白小子 加油 我和红色风暴 叫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对决 糟糕了 我竟然忘了红色风暴 受伤的事 一看到有对决 就兴奋过头了 就凭这个 他居然有胆量挑战我 这下精彩了 没办法了 忍一下就好 红色风暴 什么 不用变码就能修好 是我看错了吧 红色风暴 玩一局吧 我们上 荣耀黑豹 连续重拳出击 性能上有差距啊 不过这点差距 对我来说不算 黑豹山影 竟然能轻松应对黑豹的 几时连续 好厉害啊 啊 哼 哼 加油啊 他的反应倒是不慢 黑豹突袭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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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加油 编码 重步开启 旋风 中拳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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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带来的那么多孩子 从来没有一个人都在这里 撑过一个星期 可是这次 你知道有多少孩子 为了能进我们学校 每天拼命练习吗 所以我绝不能批准 你说得对 但是这个孩子和年轻时的安德太像了 安德 是啊 就是那个之前下落不明 应该说我们一直在寻找的 那个安德 看看吧 拍得很不错 不过最上镜的还是本小姐 安德 这是我们三个第一次拍合影 你不想看一眼吗 是啊 安德 这张照片也许会登在报纸头版啊 我可没兴趣 第二代编码内核的研发工作 才刚刚开始 需要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 在完成第二代所有研发工作之前 我绝对不会 我绝对不会停止工作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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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嗯 再练练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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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认输吧 对吗安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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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干得好 编码十三号 表现得很好 编码十三号 你还给他取了名字吗 编码机器人 对我来说不只是机器人 是我的一部分 嗯 也是我的孩子 小长 嗯 嗯 你过来看 哦 嗯 这个是 啊 啊 哼 啊 啊 红色风暴 哎呀 看来还是不行 你们快看 啊 啊 哦 站起来 红色风暴 嗯 难道是精神感应 就算 在编码战神中 这一招也是很少人能够使用的 啊 嗯 再不吃一口的话 我就要晕过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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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啊 加油 哎呀 天呐 天呐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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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啊 好 好厉害 竟然能跟朱利安不分上下 啊 要冷静下来 这家伙肯定有弱点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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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荣耀黑豹 藤月 测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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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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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击 够了 请你住手吧 是我输了 辛苦你了 红色风暴 干得好 挑一个战利品吧 你想要的应该都有 我不需要 想要赢得对决 光凭一枪热血可不够 再见 结束了 我们俩走吧 走吧走吧 好啊 这个营发小子 真是帅呆了 朱丽安他可是 欧洲编码对决的冠军呢 就是说嘛 一个没有接受过 正规训练的孩子 竟然能和朱丽安 打出这么精彩的比赛 而且他用的 还是一个十几年前的老式机器人 他对待编码机器人的态度 确实很像我们的老朋友安德 是啊 要是安德能见他 肯定很开心 好吧 那我就破例给他一次机会 真的吗 不过 他必须通过编码能力考核才能留下来 别担心 那个孩子肯定能通过的 你刚才的表现真的好厉害啊 朱丽安 朱丽安 朱丽安可是欧洲编码对决的冠军 真没想到你竟然能跟朱丽安打得不飞上下 还没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叫李凯 你呢 我叫小智 你是新生吗 目前还不算是吧 本来我对这个地方是没什么兴趣的 但是和朱丽安比过一场之后 现在大概想试一试了吧 试一试 是吃过才知道买不买啊 什么 没什么 李凯 李凯你到底怎么回事 李凯快过来 天使下凡了 你说谁 刘娜吗 李凯 我让你不听话 我有没有说过没有我的允许 不可以和别人对决 刘娜 结果呢 我只是想试试机器人的零件 那你为什么非要选朱丽安呢 是吗 我也可以理解的 你现在的实力远远不够 我 我也知道 这位帅哥是谁呀 他怎么了 感觉不太正常啊 感觉不太正常啊 这个人是 我是新生 我是新生 我 已经认定这里了 不走了 是 是吗 我叫刘娜 我 我叫小智 我们交个朋友吧 以后多多关照 太好了 真是 太好了 像天使一样美丽的女孩 居然愿意 到我的朋友 到我的朋友 小智 你的脸怎么了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红啊 终于让我等到这一天了 今天有没有对决啊 我也想知道 小智 你知道这盆花的名字吗 呃 这不就是香日葵吗 呃 礼贺又开始了 不对 这盆花的名字 叫做香贺葵 因为它一直等待着我 只有我才会给它浇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配合一下吧 不然它会闹别扭的 哈哈哈哈 肚子都笑疼了 太有趣了 是吗 能理解我幽默感的人 你是第一人 还好我给了你一个入学的机会 哈哈 那编码能力考核 可以取消了吗 说什么呢 必须得考核 嗯 难道你对它没有信心 随便考吧 考编码能力 我可是比任何人都有信心的 嗯 万一没有通过的话 我会自己离开的 嗯 小吃呀 你可别把话说得那么满呢 呵呵 刚才那些话你是认真的吗 是 哎 糟糕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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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一点意味也没有 连只虫子都没有 呵呵 从今天开始 我就要住在这里了 嗯 没错 那你可千万别后悔呀 哈哈 嗯 嗯 哦 这里是不是有虫子呀 可恶的大管家 真是个喜欢多管闲事的家伙 打开地图 那边肯定藏了什么东西 哦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要给我详细的报告 明白了吗 我知道总有一天 他们会带我到潘多拉盒子所在的地方 嗯 呵呵 呵呵 我们到了 啊 哼 哼 打扰了 你终于来了小致 自从上次对决 我们好久不见了 嗯 有两天吗 嘿嘿 我是说我一直在等你啊 还等什么 快进来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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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宿舍原来长这个样子啊 简直像个宫殿一样啊 我把这儿布置成了家的样子 不然会睡不着 哦 真的是太棒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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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别动 哦 哦 哦 怎么了 这是很贵的收藏品 就拿刚刚那个机器人来说 那是全球只生产了十台的限量版蓝色狐狸 可是超级稀有的哦 哦 哦 这样啊 可是你怎么会收藏了那么多编码机器人呢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编码机器人 所以关于编码机器人的一切信息 我都能倒背如流 自然也会收藏很多稀有的编码机器人咯 哦 原来如此 不过 我一会儿要睡哪儿啊 哦 对了 看 那就是你的床了 嗯 那就 谢了 别客气 我们可是朋友 离开 小枝 刘娜 你们两个跟我来 和我对决 什么 这么快就开始 不不不 不对 是编码对决吗 好 好啊 拍到了奇怪的东西 有没有图片给我看看 嗯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会摆出这么白痴的表情 大款家 为了一方万一 还是要继续保持警惕 辛苦你了 大管家 大管家 嗯 哼哼哼哼哼哼哼 就是说呀 我的向何奎 你们开不开心呢 说吧 是什么对决 到底是什么对决呢 这这是干什么呀 每个礼拜都要安排一天时间 好好锻炼身体 我们吃完饭的运动吧 两个小时前 我们才刚吃完的饭 什么 两个小时了 我不行了 再不吃饭我就要饿死了 这样算什么退决吗 没有充足的体力 是绝对不可能获胜的 而且还要减肥 大卫王对决 我准行 热身完我们就开始锻炼吧 什么 现在还没开始吗 离凯加油 小翔 你 真的是 一 二 三 四 你的体力还真不是盖的呀 刘娜她无论是运动还是编码 就没有她不在行的 只要勤加练习 谁都可以做到的 李凯 其实你也蛮厉害的 是吗 你居然能看得出来 每周要做这么多运动 都受不下来 什么 这可是本下的三大谜团之一嘛 对了 要不要试试那个呢 专注力对决 专注力对决 能是什么样的对决呀 不要不要 我不要 就是那个了 展翅高飞吧 颜色复活 哇 原来这就是刘娜的编码机器人呐 好帅呀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呀 只要是编码对决 就没什么好怕的 好 那就开始吧 必 必须要走到尽头吗 这 这是为什么 考验专注力的话 这个方法是最有效的 我先出发了 看好我的示范哦 好厉害呀 来 轮到你上桥了 光是看着就够吓人了 怎么 你做不到吗 怎么会 你能做到我就能做到 小猜一点 怎么可能 我已经练习了好几个月 而他一次就成功了 危险 这玩意儿是从哪儿飞出来的 谢谢你 如果没有红色风暴 我就麻烦了 没事 哥哥姐姐们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这不是小秋吗 我们正在进行编码训练呢 他叫小秋 是机器人零件设计的高手 每次编码机器人出现故障 小秋都能把他修好 你好啊 小秋 大哥哥你是谁 我怎么之前没见过你呢 我可是早晚会成为编码战神的小只 那哥哥哥 啊 我能看看你的机器人吗 啊 好啊 他的名字叫红色风暴 是我唯一的家人和最好的朋友 啊 啊 怎么了 你好像有什么问题 没有没有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型号 谢谢你愿意把机器人借给我看 这台机器人 果然不仅仅是个老古动而已 吃一下 可是越来越有趣了 让我捏捏 我们的小可爱小秋 好可爱啊 快放开我了 朱丽安 编码对决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琉娜 银色凤凰 绝不是等闲之被使用的机器人 这女孩早晚能派上用场 辣眼睛 除了吃一无是处 小智 红色风暴 值得研究 这个编码内核呢 发挥的作用就像是编码机器人的大脑一样 只有把编码内核装上以后 编码机器人才能接收到我们发出的编码指令 并采取相应行动 嗯 嗯 嗯 琉娜 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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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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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 你说什么 南瓜 你是说老师长得像南瓜吗 嘿嘿嘿 呃 您听错了老师 我的意思不是说 呃 老师您长得像南瓜 嗯 理论之事不扎实 在编码对决时 你怎么知道输入的编码指令是不是正确呢 你明白吗 明白 嗯 下面的课不要再睡着了 是 嗯 好 和磕睡的对决正式开始 王老师 能不能让这家伙安静地睡完这堂课呀 呃 什么 嘿嘿嘿 好了 同学们安静一点 谁知道给机器人输入编码指令 有哪几种方法吗 嗯 嗯 刘娜同学 你来吧 哦 在编码机器人处于未启动状态时 可以通过连接外部装置 输入编码指令 在处于启动状态时 编码战士只能通过编码手环 现场输入编码指令 刘娜同学回答得很好 嗯 哦 竟然把所有理论都背下来了 不愧是刘娜呀 下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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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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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了 下课了 下节课是编码对决训练课 大家先休息一会儿 嘿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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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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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杯是用来提神醒脑 缓解疲劳的聪明茶 喝吧 哦 嗯 哎呦 这玩意儿好苦啊 刘娜累的时候就会喝呀 是她让我给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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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烫吗 嗯 啊 一点都不烫 我感觉自己好像突然变聪明了一点 刘娜呀 想不到你居然这么关心我 谢谢你呀 嗯 只有你不在后面打瞌睡 我们大家才能正常上课呀 嗯 嘿嘿嘿 嗯 嗯 怎么了 是茶有问题吗 嗯 没没有 聪明茶很好 这里有点太美好了 所以很奇怪 不太适应 嗯 你想说什么 哈哈 我 一定要通过考核 留在这里 和大家一起学习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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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 哦 我我我我我没有打瞌睡 真的没有 哈哈哈哈 呵呵呵 你过来一下 我有东西要给你 看 呃 这是什么 你的编码手提箱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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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保管红色风暴和编码控制设备吧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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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您 王清老师 对了 小智 红色风暴使用的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要不要更换成最新型号呢 不用了 王老师说过 编码内核相当于编码机器人的大脑 如果换掉 就不是原来的红色风暴了 好了 本节课是编码对决训练课 大家准备好进行编码对决了吗 现在有了新装备的加持 打败你 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和我对决吧 老师 我们要去外面对决吗 对决在教室里进行 这里吗 编码对决的场地 八角对决台 真是太炫了吧 红色风暴 看到了吗 先忍忍 我们马上就有 称霸全场的机会了 今天要参加对决的同学是 朱利安 朱利安这小子 我今天一定要和你一决胜负 还有刘娜 请两位同学带着编码机器人到前面来 老师 为什么不是我 而是刘娜呢 这个家伙 明明是我的对手 编码对决 不是亲自上场对决 才能学到东西的 看看其他同学的对决 也是很有帮助的 怎么会这样 期待 你应该准备好了吧 刘娜 当然了 你最好也做好心理准备 朱利安 展翅高飞吧 银色风火 好帅啊 银色风火 继承中世纪的骑士精神 荣耀 北报 银色风火 出生了 衔出生 银色放 动作敏捷方面 肯定是银色凤凰扇上风 躲开荣耀黑豹的攻击 再瞄准弱点触击 但是荣耀黑豹 根本就没有弱点 刘娜 你可以的 刘娜加油 刘娜 你的实力确实提高了 但是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就让你见识一下 我开发的新招式吧 荣耀黑豹 黑暗之谋 电码 风暴之血 出现了 银色凤凰最高级的躲闪技能 风暴之血 糟了 怎么了 没 没什么 可恶 这小子竟敢对刘娜用这种招数 刘娜 不能输啊 哇 啊 屮 怎么这么吵啊 趁现在 善儿 朱丽安 你还是给我乖乖投降吧 小枝 安静一点好吗 你干扰到我们了 朱丽安和刘娜两个人的表现都很棒 你们的进步都很明显啊 只要像他们一样努力练习 大家都会进步的 明白了吗 好 好了 今天的编码对决就到这里吧 朱丽安 谢谢你愿意拿出真正的实力 我学到了很多 没什么可谢的 大家都是为了好好上课 刘娜 刘娜 你编码对决的能力实在是太优秀了 银色凤凰简直率翻全场了 下次对决 你肯定能打败那个装枪做事的臭小子 小枝 大管家 怎么了 你在编码能力考核的对手已经定了 无论对手是谁 我都一定会获胜的 是谁啊 小智的对决对手是 到底是哪个倒霉蛋呢 刘娜 是刘娜 是我 小智和刘娜要进行编码对决了吗 没错 不要啊 不要啊 我的小可爱们 你们这么喜欢我嘛 所以你们才希望每分每秒都能看到我嘛 报告小晓者 绝对不可以 怎么能这样安排呢 怎么就不可以了 如果是像我这样玉树临风的帅哥天天浇水天天照料的话 我是说编码能力考核我的对手 编码能力考核 你是说刘娜同学 这个对手选得好吧 小厂 你还是让我和朱利安对决吧 好吗 刘娜真的不行 不能让他当我的对手 怎么了 你觉得他很弱吗 不是 不是这个意思 刘娜他 他挺好的 什么挺好的 虽然我很想和他对决一次 但是真要对决起来 我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的 这样啊 为什么不好意思 你还是没说明白 我的意思是 我对他实在是 王老师 给我换一个编码能力考核的对手吧 我拒绝 尊敬的王老师 不久之前 你不是爱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吗 你还说 如果无法通过能力考核 就会离开学校对吗 退学可就意味着 你可能再也见不到刘娜同学了 这样也无所谓吗 不行 不行 那可不行 那你就快去练习吧 好好准备 刘娜同学正在和朱利安同学 做对决训练呢 刘娜他在和朱利安训练吗 银色斩切 小枝塔 有丰富的街头编满对决经验 虚架子没有用 你需要更实用的招式 你看这招怎么样 龙卷风暴击 这招不错 这招不错 如果你赢了 那家伙可能就没法留在学校了 你想让他退学吗 应该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老师说过这次考核不一定以胜负为标准吧 继续练习吧 为了朋友我们要更努力地训练才行 朋友 要是我在做梦就好了 竟然要我和刘娜对决 怎么会这样啊 刘娜为了打败我 居然还做了对决训练 偏偏找那个朱利安帮忙 红色风暴 我们怎么办呢 小枝 你不用准备能力考核吗 李凯 我现在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哦 小枝 你是饿了吧 要不要一起去吃炸鸡啊 我一点都不饿 因为刘娜她 这种事怎么会比炸鸡重要呢 虽然无法理解你的苦恼 不过我李凯还是要帮你一把的 咱们一起去世外对决场吧 现在嘛 听说了嘛 小枝编码能力考核的对手是刘娜 哦 我要是她呀 我就干脆放弃好了 嗯 怎么可以从实力最强的编码战士里 选一个和新生较量呢 但是据说小枝的编码对决能力也很强啊 啊 上次她在对决时差点就战胜朱利安了 哦 这是一个观察红色风暴性能的好机会啊 哈哈哈哈 太山压顶 接招 哦 哦 好厉害呀 你居然把瞬间加速的能力提升的这么快呀 这个就是变马能力考核的重点 什么 编码能力考核 目的绝不是为了在对决中取得胜利哦 而是要尊重对手 展现出自己通过努力练习取得的进步成果 正是因为刘娜清楚这一点 所以才会这么努力的练习啊 嗯 所以 我也要尽全力备赛了 我们上 红色风暴 自从小致来到学校以后 李凯的变马能力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看来小致还能对别的孩子产生积极影响 我好期待看到小致和刘娜的对决呀 但是小致刚刚告诉我 自己没办法打败刘娜的机器人 嗯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 我绝对不可能打败刘娜的机器人的 哎 什么叫不可能打败 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发现 刘娜给银色凤凰输入了一条错误的指令 现在进行编码对决 对刘娜来说太不公平了 唉 那我就更不能理解了 既然如此 你的胜算不就更大了吗 这样有什么不妥吗 你是街头对决出身 针对对手的弱点出招 应该没人比你更擅长了吧 街头对决 胜负就是对决的唯一目的 我不想再参加那样的对决了 我希望能享受对决的过程 小致啊 无论是街头还是学校 胜负的世界是一样残酷的 所以选择的时候到了 是正面迎战强大的对手 还是采用攻击对手失误的战术呢 然后呢小致是怎么回答的 到时候我们就知道了 什么 小致现在还是个孩子呀 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做出这么艰难的决定 对于那些孩子们来说 也许这个国家的命运 不 这个世界的命运可能会由他们来左右 就像是 我们的小鹤魁的命运由我决定一样 对不对 我的小可爱们 是吧是吧 好可爱 嗯 那个叫小致的和红色风暴 这样就能看到他们的真正实力了 嗯 是吧是吧 林奇 你再坚持一下 等到我能够恢复原样的那天 我就会带你离开这里 离开里和这个笨蛋 嘿嘿 好吧 再看看其他地方有什么情况 嗯 终极地震 红色风暴 正好可以利用对手的力量 上吧 怪力黑熊 智风重拆 嗯 嗯 嘿 暴风飞机 接招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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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凶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你至少要花一周时间 才能战胜升升级的怪力很凶 是啊 多亏了你对我的魔鬼训练 嘿嘿 原来是这样 嗯 对了 这场编码对决到底持续了多久啊 啊 啊 我都 啊 是啊 我都快没有回宿舍的力气了 谢谢你 怎么了 因为你 因为你 我才能理解学校安排编码能力考核的原因 啊 诶 诶 诶 我说李凯 想睡觉的话 还是回宿舍睡吧 李凯 李凯 你醒醒 李凯 我真的背不动你 别装睡了 你别再睡了好不好啊 谁会赢呢 真是太期待了 是啊 呵呵 根据我们之前的安排 今天小智同学要参加编码能力考核了 呵呵 请小智同学的对决对手刘娜同学 到前面来 劉娜加油 劉娜加油 加油 接下来是小智同学 过来吧 呃 好的 啊 呃 小智 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昨天失眠了吗 呃 昨晚为了背你回宿舍 我整整折腾了一宿 嘿嘿 这个时候了还开玩笑 呃 二位准备好了吗 好了 嘿嘿嘿 准备好你们的编码机器人吧 展翅高飞吧 颜色 凤凰 席卷大帝的超凡力量 红色公报 比我好 啊 我好 嗯 刘娜 多多指教了 小致 要尽全力对决哦 好的 准备 编码对决 开始 来得正是时候 当然了 也许明天就看不到那个让人火大的小子了 比起这下结论 我是绝对不会看走眼的 那就让我好好看看吧 可爱的小鹤魁 你们也要看清楚哦 加油 小致怎么回事啊 除了躲什么都不会 也是有原因的 一个街头出身能有多强啊 小致 面对有漏洞的对手 要怎么出手啊 有情还是学艺 真是个大问题啊 好吧 小致 你这次别想躲了 银色 真一 太快了 这个距离来不及躲了 银色斩剑 怎么可能 竟然躲开了 明明有这么强的编码能力 为什么还要一直躲呢 小致这小子 已经把银色凤凰的动作全看穿了 你难道要一直躲下去吗 我 我当然也想战斗了 那是怎么了 我不能说 我是有原因的 那我倒要试试 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凤凰之子 发射 这是什么招数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空手漫步 这么快就结束了 真无聊 小致怎么办 凤凰涅槃 最后一击 怎么可能 他竟然完美接下了银色凤凰的必杀技攻击 吓得我滴血糖都要犯了 先吃一口 尽静一点 刘娜 你没事吧 机器人没受伤吧 这是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担心自己的对手 没别的意思 你看到刚刚红色风暴 挡住银色凤凰攻击的那下了吗 刚才 怎么了 没看到吗 你太不靠谱了 红色风暴 第一代变马内核 是谁制造出来的 我好像一戏有点印象 你的表情为什么这么严肃 在看什么 学术杂志 据说有一个没听说过的科学家 针对第一代变马内核的缺陷 研究出了解决办法 我很好奇是什么 不太可能吧 我们实验了那么多次 每次都失败了 第一代变马内核的稳定性太差了 所以我们才会改进设计 制造出第二代变马内核 他的想法 我是部分同意的 哪个部分 就是精神感应 所以这个科学家肯定知道 第一代变马内核 拥有更强大的 精神感应性能 小致 我们现在只是互相学习而已 编码能力考核 绝不是为了在对决中取得胜利哦 无论胜负如何 我们都是朋友 明白了 我一定会尽全力的 我们可是好朋友 上吧 颜色复活 好啊 刘娜 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小致她竟然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因为在对决之前 我对她进行了整整一天的特训呢 能量已经 编码 极限燃烧 这是什么 上吧 红色风暴 极限燃烧 三段攻击 是否能量时就像在燃烧一样 好奇怪 红色风暴的编码内核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孩子 真的挖掘出了第一代编码内核的潜力吗 一定要赢 就是现在 想 想起来了 我听说过一台号称红色火焰的编码机器人 没错 是一台会燃烧红色火焰的传奇机器人 那个说的就是小致啊 没用的 胜负早就已经定了 你说什么 你觉得谁会有 银色凤凰 你没看到银色凤凰现在处于下风吗 看清楚 红色风暴的能量 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光是躲开对手攻击 这点能量也扛不了多久了 你的表现太精彩了 我也不会输的 为什么 只要一直防御下去 自然就能取胜了 那是因为你太不了解刘娜了 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战士 绝对不会接受这种方式的胜利 好 我也要尽全力 战斗到底 最后一轮进攻 决一胜负吧小致 旋风重拳 来了 银色凤凰的暴风漫步 暴风漫步 什么 我不能这么做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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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了 小致输了 呃 呃 呃 抱歉了红色风暴 我的实力还是不够 谢谢你刘娜 呃 其实 我一开始以为 你只是要在对决台上打败我 小致啊 但是 当我看到你全力战斗的样子 我才理解为什么这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王老师 还有校长 你们很失望吧 我辜负了你们的信任 我会按照约定离开学校的 不要这样 小致 你不能走 我绝对不会让你走的 你是我的好朋友 小致啊 这样也太不公平了 呃 呃 李凯 我们的友情永远不会改变对吗 我会常来找你的 呃 不要 你别走 哈哈哈哈 呃 呃 呃 小致同学 这种时候你就不要耍帅了好吗 呃 我们什么时候说过 如果无法在对决中打败对手 你就要离开学校啊 呵呵 我们考核的 不仅仅是胜负这一项啊 什么 又没有正直的品质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你本来可以攻击对手失误的地方 轻松获胜 但是你还是选择了和他正面对决 这一点是编码学院最看重的品质 所以说 小致 你合格了 呵呵呵 我作为本校校长 正式宣布 小致同学通过编码能力考核 来吧 呵呵 去啊 对了 这是我送给红色风暴的礼物 哇 这一对近身战灵剑 是我亲手制作的 收下吧 哇 呵呵 小致 祝贺你通过考核 小致啊 我也要祝贺你 以后要专心上课呀 呵呵呵 柳娜 多亏了你我才能通过考核 谢谢 你那点不入流的实力 迟早要习惯失败的滋味 做好准备吧 你说什么 朱莉安 你真的是太可恶了 小致 好了 别生气了 小致这个家伙 绝对不是一般人 朱莉安 下一次 下一次我一定要在对决时 把你打得满地脚牙 我们走着瞧吧 小致 还有红色风暴 肯定能派上用场的 祝贺您小致 太好了小致 你那点不入流的实力 迟早要习惯失败的滋味 朱莉安那个臭小子 好吧 挑战开始 我要挑战 怎么样 你要不要和我来一场 赛跑对决 也是呀 你这种大少爷 怎么可能在赛跑对决中 打败我呢 跑步算什么对决 你还是自己跑吧 你就承认吧 是不是因为担心输给我呀 你说谁会输给你 你是怕输了传出去不好听吧 我可爱的朱莉安少爷 别太过分了 终点 就是那边那棵树 好了 那我就出发咯 怎么回事 朱莉安这小子 怕输了丢人就逃跑了吗 你也太慢了 这也算得上对决吗 继续挑战 这次又有什么事 我要和你比身高 这次对决是我赢了吧 是你下来 还是我上去再比 好 朱莉安 输入编码指令 变形为冲刺形态 编码 冲刺模式开启 各位同学 为了让编码机器人快速移动 我们必须掌握机器人的冲刺模式 不就是冲刺变身吗 对我的红色风暴来说 这点小事一如反掌 明天郊游时 会举办编码机器人精速赛 大家都好好准备了吗 准备了 郊游 编码机器人精速赛 这是什么意思 真是的 老师已经在课上说过很多遍了好吗 是你还在梦中的时候说的 少废话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 瞪着瞧吧 别开玩笑了 我已经赢得很厌倦了 反正明天的竞速赛 我是绝对不会输的 郊游的地点是学校门口的森林 大家还会吃到美味的大餐哦 好 今年有哪位同学 愿意和老师一起准备野餐呢 我 我愿意 太好了 继续挑战吧 项目就是 料理对决 你们两个真的要用料理决胜负吗 时间为十五分钟 以料理的味道决胜负 你们有没有信心呢 当然有了 胜利是属于我小智的 加油 你们俩都要加油哦 没问题没问题 你就瞧好吧 我绝对会做出最好吃的料理的 嘿嘿 我们对你有什么可期待的 哼 哼 李凯同学 如果他们做不好的话 还是要拜托你来帮忙准备野餐呢 嗯 好 听我的 料理对决 开始 小秋 是不是肚子饿了呀 先吃一口吧 张嘴 什么声音 你们的对决还没有结束吗 你们俩 折腾了三小时就做出了这个 可能长得有点难看 不过味道 我的紫菜卷 怎么会有一股塑料味 我的这道三明治 不算是食物 应该算是艺术 哦 是吗 嗯 嗯 嗯 你究竟在三明治里 讲了什么 我不是说了吗 不是食物 是艺术品 嗯 就像 埃芬尔铁塔一样 不是用来吃的 嗯 厉害同学 哦 抱歉了 今年也要麻烦你来帮忙准备野餐了 嘿嘿嘿 呃 呃 伽天就拉裤子了 可恶 他们是想要我的命吗 呃 呃 又来了 还是我赢了 我的紫菜卷更好吃 我的三明治再难吃 也比你的塑料卷强 同学们注意了 编码机器人竞速赛 要开始了 最先到达终点线的机器人 是本场比赛的胜利者 太好了 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对决 各就各位 出发 冲刺猛士 开闲 颜色 飞刃 真不应该为了赌气 吃紫菜卷 冲刺猛士一开 晕得我好想吐 呃 这 这是什么 是 跳板吗 重量不是问题 一定能通过 太好了 果然成功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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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 是谁爱算了我的黑球 呃 小林 呃 呃 这个机器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呃 呃 好快的速度 哼哼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他是谁 朱莉安你好啊 好久不见了吧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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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了 呃 小林 平时她是个很温柔很内向的人 不过一旦开始编码对决 就会变成另一个人 我看你们谁敢挡在我的前面 我看谁敢 我猜是最棒的 哈哈哈哈 呃 呃 这家伙好奇怪啊 呃 别想拦住我 流线形滑行 黑豹 天地滑行 你还不错啊 呵呵 你也还可以啊 好 下面是大转弯赛道了 一决胜负吧 小林 你能不能安静地比一次赛 哈哈哈哈 朱莉安 你是不是怕了呀 呵呵 你休想超过我 你拦得住就是谁 这一次我一定会赢 肚子不太对劲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小林好厉害啊 居然把朱莉安投胎了 现在就生我们可爱的刘娜了 我是绝对不会向你认输的 唉 最后冲刺了 你居然欺负刘娜 怎么是你 居然用那个老古董机器人 一直追到了这里 嗯 好吧 那我就把你们一起淘汰 呃 糟了 该伸到肚子了 呃 不 不赢了 扔不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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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编码机器人金速赛的冠军 是小智的红色封号 啊 小智 中恨你 小智去哪儿了 是啊 朱莉安也不见了 嗯 嗯 啊 小脸都是因为你 我的怪力很凶都进水了 那个 很抱歉 嗯 没事 你又不是这样一天两天了 家里的事一切都顺利吧 嗯 挺顺利的 嗯 不过 刚才要帮助银色凤黄的那个编码机器人 是谁的 嗯 嗯 那个吗 是小智的 小智到底去哪儿啊 嗯 嗯 里面有人 别再敲了 嗯 又 又是你 朱莉安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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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我肚子不舒服 所以挑战推迟了 原来如此啊 虽然肚子难受 但耳边总算清静了 嗯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我们对决吧 来吧 对决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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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和你说话 为什么不理人 马上对决 来 唉 如果你实在是精力过剩 不如学学编码吧 你在课堂上的表现之惨 连我都看不下去了 嗯 你说什么 朱莉安你太过分了 怎么可以这么说我 嗯 嗯 这是什么 唉 三天之后八角对决台 一局定胜负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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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好啊 朱莉安 我挑战的时候 你理都不理 为什么小林的挑战就接受啊 好啊 我看你是故意误视我对吗 现在就对决吧 嗯 嗯 嗯 怎么回事 你是逃跑了吗 哈哈哈哈 小致 你先冷静 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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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小林和朱莉安的家族之间有世仇 对吗 嗯 嗯 与其说是世仇 倒不如说是对手 他们毕竟代表着中西方两大武术世家 又偏偏上了同一个学校 只能说是造化弄人了 所以刚才小林是代表他的家族向朱莉安下了正式挑战书吗 嗯 没错 根据族规一旦被下了正式挑战书是绝不能拒绝和逃避的 所以朱莉安是无法拒绝来自小林的任何挑战 哦 武术世家真是太帅了 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需要背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了 其实他们俩在你来学校之前就进行过一次对决了 哦 然后呢 对决的结果怎么样 小林以微弱的劣势输掉了 嗯 那次势力对他影响太大了 嗯 后来他一气之下回到故乡修炼去了 什么 哦 太可怜了 嗯 胜负哪有那么重要 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你话倒是没错 嗯 不过从你嘴里说出来真让人难以信服啊 我决定了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嗯 我要帮助小林打败讨厌的朱莉安 正义的一方一定会获胜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编码 同步开启 嗯 相当不错呀 是 师父 这挑战朱已经交给他了吗 师父 是的 下一场对决时间是三天以后 嗯 你应该很清楚 下挑战朱对整个家族的意义吧 是 这次对决我绝对不会再输了 嗯 知道就好 嗯 嗯 我觉得他们挺可怜的 嗯 需要背负的东西太多太沉重了 嗯 什么人 嗯 你 你好啊 嗯 小 小智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嗯 没什么特别的事儿 我就是来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你要帮什么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呃 不是有一句老话嘛 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所以说 你就是我的朋友了 嗯 我是说 帮助你 在对决中打败朱利安 就是我 小智的使命 嗯 好了 你就把红色风暴 当作朱利安的荣耀黑豹出招吧 嗯 红色风暴和荣耀黑豹的作战模式是不一样的吧 哼 这一点就不用担心了 红色风暴和我一样 是绝对不会忘记对决过的对手的 黑豹的作战方式 已经存储在红色风暴的指令里了 你看好了 编马 黑暗之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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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们再试一次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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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荣耀黑豹的藤月侧帖 完全一样 哈哈 看到了吧 训练要和实战一样熊猛 实战时 才能像训练一样轻松 该你上了 那就 来一局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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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 琉娜 你看到小智了吗 哦 哦 嗯 哦 喂 小智 你要是起床了 你把我叫醒啊 怎么可以一个人出门 啊 坚持曹琪也是能力的体现 你不要再和我说话了 我要学习编满了 什么 学习 他到底怎么了 ,他说自己要当几天朱利安 才能帮助小林训练 啊 我平时是这样的吗 确实有点神似 嗯 嗯 什么 小智 别再学我了 安静一点好不好 别人还要学习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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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 哦 哦 抱歉抱歉 你没受伤吧 我 王晴 哦 哦 不,不对 王老师 我没有受伤 哦 嗯 哦 这些都是编码机器人的零件呢 有时候你的样子 会让我想起一个老朋友呢 哪个朋友啊 嗯 呵呵 一个你不认识的朋友 老师也好久没见到他了 希望有一天 我会和他重逢吧 呵呵 好了 嗯 老师先走了 哦 嗯 嗯 王晴 呵呵呵 呵呵 我就知道 王晴还是非常关心我的 你再忍耐一下 我一定要把你从李赫的身边救出来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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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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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现在你可以预判朱利安的攻击 再反击他了 呵 谢谢你 小智 嗯 在胜服落定之前 绝不能放松警惕 先赢了这局再谢谢我吧 他到底要模仿朱利安到什么时候啊 我觉得他自己还是挺享受的 辛苦了小林 不要再纠结于胜负了 好好享受对决的过程吧 这么懦弱的枪跳 只有失败者才会用到 吵死了 吵死了 你闹够了没有 嗯 你应该好好训练了吧 啊 当然了 好 两位准备好了吗 编码对决 开始 呃 来自戈壁的红沙风暴 攻破狐狸 嗯 哼哼 哼哼 上吧 荣耀黑豹 啊 哈 啊 啊 冲刺模式 开启 胜了 就凭你这点实力 有什么可得以忘形的 很好 我的训练果然没有白费 很好小林 就这样继续攻击吧 结招吧 太慢了 太慢了 这么慢的速度 是不可能战胜过狐狸的 小林好厉害啊 他的实力提升得太惊人了 这要一直挨打 不是朱利安的风格呀 朱利安这个家伙 他这样做究竟想干什么 最后一击了 狐狸连环踢 小心啊 小林 中药黑豹 黑暗之谋 小林 竟然输了 小林 小林等等我 对于比武失败的武术家 安慰是没用的 让他自己冷静一会儿 师父 我这次又挑战失败了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 这次对决时 你还像上次那样害怕吗 没有 有朋友们在 我就不害怕了 这样就足够了 和珍贵的友谊相比 比赛的胜负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你 来吧 小青 你是怎么想的 王老师好 我没明白 你觉得小智的表现怎么样 你好像一直在盯着他那边看呢 小智哥和红色风暴 虽然看起来没有那么强 却拥有普通编码机器人 不具备的优点 是吗 是什么优点呢 精神感应 让机器人和编码战士 融为一体的能力 有时候我觉得 小秋真不像一个小孩子呀 小秋 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啊 哪儿不舒服吗 没有 我本来就很容易脸红的 老师 荣耀黑暴 连续攻击 很可惜 这个机器人的性能 已经开发到极限了 红色风暴的性能 已经跟不上小智能力的进步了 没错 要是这样下去 他必须考虑换一台编码机器人了 小智 加油啊 黑暴闪影 输了 红色风暴 抱歉 我输了 奇怪 有什么好抱歉的 朱莲安 你刚才是什么意思 你会输给我 不是因为能力差 而是因为机器人太老旧了 所以你为什么要道歉呢 你说什么 你一点都不了解红色风暴 要是我的编码能力更强大 错了 要是不把红色风暴换掉 你的编码能力也会被他拖后腿的 我才不信呢 红色风暴是没有极限的 朱莲安 你这样说太过分了 难道我说错了吗 既然你们是朋友 就应该考虑他的感受 因为是朋友 就要对他的弱点视而不见吗 哪种方式才是真的为了他好 哼 这下情况变得更有趣了呢 不管别人说什么 我绝对不会放弃你 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小致 你还好吧 哦 那个 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呢 万一送重复了就不好了 礼物 什么礼物 你不知道吗 今天是刘娜的生日啊 刘 刘娜的生日 不行 这个也不行 不可以 不 不对 怎么办呢 必须在今晚准备好啊 好了 就送这个 这是我在街头对决中的战利品 怎么样 不行 小致 你根本不懂女生 他们喜欢亮闪闪的小玩意儿 哦 是吗 亮闪闪的小玩意儿 找不到啊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小致 你怎么一直叹气呢 是因为又输给朱莉安了吗 不是 今天是刘娜的生日 但是我想破脑袋都不知道送她什么 对了老师 要是你的话会想要什么礼物呢 嗯 干得好 我吗 我希望可以在生日这天 见到一位以前的好朋友 以前的好朋友 嗯 你自己最喜欢的生日礼物是什么 我吗 是我老爸在失踪之前 给我留下的生日礼物 那个箱子里有一封信 和一台红色风暴 小致 红色风暴 就是爸爸送给你最特别的礼物 希望你能和他 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 我找了你半天 刘娜 你找我有事吗 我听说李凯刚刚对你说了些奇怪的话 我其实不喜欢那种东西 所以你不用费脑筋了 懂了吗 呃 等一下刘娜 那个 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呢 嗯 嗯 啊 我还真有一个想要的礼物 嗯 什么礼物 嘿嘿 嘿嘿嘿 嘿嘿 朱利安 朱利安 嗯 嗯 怎么回事 是我练的疲劳过度了 竟然出现幻觉了 朱利安 嗯 啊 干什么 朱莉安 朱莉安 你和我去个地方吧 现在就走 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我不去 为什么 你还不知道要去哪儿呢 当然知道了 今天是刘娜的生日 我对派对什么的没兴趣 你自己去吧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所以提醒准备好了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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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娜 祝你生日快乐 刘娜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你家乡的特产吧 谢谢你啊 小莉 刘娜 这些蛋糕都是我做的 我知道了 所以请你不要一个人都吃完好吗 刘娜姐 小秋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我的礼物 可以提升凤凰的输出功率 小秋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但是 小芝去哪儿了 怎么还不来 我让她把朱莉安带来 当作送我的生日礼物 实在不行 她自己来也可以啊 这是你获胜之后拿到的 竟然想用这玩意儿收买我 只要你愿意和我去刘娜的生日派对 我 什么都愿意做 无论你做什么事 我都不会去的 等一下 你为什么不愿意去呢 我对所有幼稚的派对 都没兴趣 你不会连一次生日都没有过过吧 你说的没错 一次都没有 所以呢 你还是放弃吧 没想到你从来没有清楚过生日 朱莉安 你也挺可怜的 我的父母只是 希望我能尽快变成强大的战士 过生日开派对 只会让人贪图享乐 再怎么说也是生日啊 你应该很伤心吧 就算伤心也是暂时的 只要在鞭马对决大赛中获胜 他们就会为我开一场 比生日还隆重的派对 为了能早日成为鞭马战神 在任何情况下 我都要保持理性 和冷静的心态 哦 这样我就理解了 也就是说 你的性格这么扭曲 就是因为没人给你 庆祝过生日吧 真没救了 所以说 在我的人生中 是不需要生日派对 这个东西的 明白了吗 你自己去吧 怎么还不走 你朋友的生日聚会 再怎么说 我也不能把朋友一个人 丢在这儿吧 嘿嘿嘿 我真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总是会做一些 不合理的事情 你是说 不明白我不肯换掉 红色风暴的原因吧 红色风暴 是我老爸送我的第一个 也是最后一个生日礼物 只要和他并肩作战 我就觉得老爸总有一天 会回到我身边的 真是笨蛋 没错 我就是个笨蛋 说得对 不是 不是说你 是说我 怎么了 我之前不知道 你对红色风暴的感情 就擅自做出了评价 为了向你道歉 我就和你去一次吧 我们出发吧 真 真的吗 朱莉安 朱莉安 为了朱莉安那个固执的家伙 小质都来不了了 怎么办啊 是红色风暴 荣耀黑豹也一起来了 是吗 去看看 那是红色风暴的 可怜的 那是红色风暴的 可怜的 你还能用 你这些风暴的 可怜的 使我 你这些风暴的 你这些风暴的 都来红色风暴的 朱利亚 你来了 你愿意来真是太好了 放开我 我说你不打算阻止他们吗 放开 过分 真是太过分了 我劝你还是早点认输吧 别搞笑了 你想认输就直说 你会后悔的 他们已经擦了几个小时了 他们两个是怎么回事 还记得今天上午的营救演习吗 好 好 今天各位同学都要参加营救演习 行动代号小李鹤救援行动 同学们很期待吧 哈哈哈哈 规则很简单 大家需要两人一组爬上积木堆后 一起举起小李鹤就可以了 这次演练的关键在于搭档之间的配合 好好开始了 谁是第一个呢 我和小脸上一起搭档 来吧 好了 出发 刘娜太棒了 刘娜和小林 你们两个的营救演习完成得非常优秀 谢谢校长 好 那么下一个是谁呢 我想试试 小智和朱利安要组队吗 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 我来负责营救 你负责平衡就好 不行 你还是负责平衡吧 红色风暴是第一代机器人 太精细地做不了 哼 看来你该补补课了 第一代别骂机器人 才是最适合做救援任务的 嘿 你太固执了 如果救援失败你能负责吗 好啊 我来负责 小智 朱利安 还没商量好吗 好了 马上开始营救 我们上 腾空跳跃 小智 你不要这么着急 爬得太快了 慢一点 爬太慢的话 积木肯定会塌下来的 糟了 别满 抓住了 我可爱的小李鹤竟然光荣牺牲了 我不是说了吗 听我的安排就不会这样了 都怪你一直干扰我才会失败的 我哪里说错了 说什么 朱利安小智 校长 你们两个和我去校长室 编码机器人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 对决 不 不是 我记得是 是为了保护市民 守护城市的繁荣与安全 我还没说完呢 不要打断我 这个不是打断 我是在帮你 小智 朱利安 无法和搭档合作的人 还好意思说 自己要守护城市 保护市民吗 我要罚你们两个 组队打扫学校一个礼拜 培养你们的合作精神 都给我好好反省吧 小智 你怎么了 朱利安那个臭小子 为什么总要和我争呢 纠结这个问题只是白费功夫 让他争吧 朱利安这个样子 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是啊 最后理亏的还是我 我以后绝对绝对 不会再和朱利安对决了 哦 是吗 朱利安怎么还不来呀 忍耐 忍耐 我要忍耐 你在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呢 又在说我的坏话吗 这 这是什么东西啊 打扫的时候会有灰尘 哦 什么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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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狐狸 把对面的头大奔雄 打成肉饼吧 他又开始了 黑熊 让他试试你的新招 超级回旋撞击 就这个 连蜗牛都比你快吧 这么直白的正面攻击 对我是无效的 那就给你点惊喜吧 怎么样 你现在还觉得他是大奔雄吗 你好坏 再来一局 这一局不算 我说了不算 小林 你们有没有看到小智和朱莉安 抱歉 我没看到 知道了 你不用道歉了 他们两个现在 应该还在打扫教师卫生吧 什么 这次不是因为校长的要求 而是他们俩自己 要和对方进行打扫对决 他俩无论干什么 最后都是对决啊 怎么样 你现在还觉得我是娇生惯养的吗 小少爷干这么屌活就求表扬了 小少爷真是太棒了 小少爷 你马上说回这句话 给我道歉 我才不要 我就不收回 让开 不要碍我的事 你抬一边去 这两个小子现在打扫得怎么样了 你们到底对教室做了什么 两位同学辛苦了 回去休息 不用 在分出胜负之前 我们谁都不可以休息 好 那就下一个教室 再来一轮 对决结束 什么 刚才的是最后一个教室了 真的吗 是的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教室都打扫完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我们的对决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今天先到这里吧 那我们明天再继续吧 因为朱利安的外表有一种贵公子的感觉 以前有很多人误会过他 说他吃不了苦 所以朱利安特别反感那些瞧不起他的人 我也一样啊 他们都说我太懒了 也是因为我俊俏的脸庞吧 如果大家都这么说你 还是好好找找自身的原因吧 可是小植为什么总是和朱利安一决胜负呢 他可能觉得赢了的话 某个重要的朋友会觉得他很厉害 谁啊 柳娜 你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在假装不知道啊 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呢 算了 我要回去休息了 好累啊 小植 今天过得怎么样啊 是不是很累啊 非常累 爸爸相信 我们小植总有一天 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强的鞭马战神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 鞭马机器人绝不是为了战斗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真实的人而存在 小植这么聪明 肯定能明白的 爸爸今天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明天再和你视频通话 老爸骗人 从那天起 你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相信 我一定会成为鞭马战神的 我会努力的老爸 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呵呵呵 怎么回事 大家都怎么了 出了什么事吗 真让人慎得慌 告诉我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是你 我都叫了你半天了 为什么同学们都这么开心呢 这是因为呢 什么 家庭日放假一天 只要父母和朋友来学校接你 你就可以出去吃好多好吃的 也可以玩一整天再回来 因为大家都想早点见到家人 不知不觉就开心起来了 原来如此呀 我的爸爸妈妈要带我出去大吃一顿 小致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 不用 你难得和爸妈亲一次面 我就不去了 而且我还要学习编码呢 咱俩谁跟谁啊 一起吧 学习有什么意思啊 还是不用了 一个人都不在呀 刘娜的爸爸妈妈和哥哥带他去了游乐场 来开去吃大餐了 小林的师父带他去了博物馆 朱丽安和师兄弟去看棒球赛了 大家肯定玩得很开心吧 没关系 我也可以过得很开心的 在走廊里乱跑一气 笑死我了 我太有才华了 笑得我眼泪都流出来了 也不在这里 那不是小秋吗 他怎么没有出去呢 明明能探测到 能量球就在学校 还在释放强烈的能量波 在哪里 究竟是藏在哪里了 李鹤 他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啊 剪刀 石头 布 你赢了 我以为你会出剪刀 你是猜拳的天才吗 李鹤 现在还在玩这种幼稚的把戏 这里也没有吗 究竟是藏在哪里了 小智哥 你不用放假的吗 这里干什么 因为我没有家人到学校来接我呀 不过你进校长办公室是去干什么呢 那 那个 其实我只是在玩收集精灵的游戏 之前有同学告诉我校长室里有一只很稀有的精神 是这个吗 怎么这么丑 智商好像也不太高 长得有点小小长 所以小长室里才有吗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还是别玩了 是吗 小智哥 我有点事就先走一步了 好无聊啊 我还想找他一起玩呢 时间过得真慢 我要做点什么好呢 对了 我说了要好好学习的 小智 小智 你的朋友来学校找你了 朋友 不会吧 我哪有什么朋友啊 是之前一起玩的朋友 一起玩的朋友 就是嘛 我也是有朋友的人 还是有人愿意惦记着我的 怎么回事 是你们两个 你们俩为什么要自称是我的朋友啊 你这么快就忘了 我们明明在街头一起玩过呀 嘿嘿嘿 哦 我和你们两个没什么可说的 你们先回去吧 对远道而来的朋友这个态度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吧 嘿嘿嘿嘿 你原来躲在这种地方 怪不得找不到你 怪不得找不到你 你们来这儿到底是想干嘛 让编码战士上门拜访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编码对决 又来 你整天躲在学校里 跟着老师同学玩过家去吗 不懂就不要乱说 这里是为了让你成为编码战神 进行修炼的地方 成为编码战神 嘿嘿嘿嘿 你还是这么爱吹牛啊 那么你就亲自证明给我们看看吧 成为编码战神 嘿嘿嘿 哦 好吧 那就没办法了 不过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进来吧 这里就是教室了 嗯 这儿没什么呀 你吹牛吹得太过头了吧 没错 吹得太过头了 嘿嘿 看好了 天哪 这是什么东西 这叫八角对决台 是学生之间正式对决的比赛场地 好 好厉害呀 你说什么呢 这有什么厉害的 只是表面光线有什么用啊 实力才是最重要的 你上次不是没比划两下就输了吗 吵死了 这个就是钢铁犀牛二代 这个家伙和之前可是完全不一样了 到底哪里不一样了 完全看不出来呢 你真是无知的可笑 就让你亲眼见识一下 这 这是什么 是毒气吗 你先闻闻这个味道再说 闻起来还挺香的 这是在对决时提升编码战士专注力 同时注入清新能量令人倍感舒畅的芳香功能 你还敢说没有区别吗 不 老实说 真是让人吓一跳啊 好的 你们都准备好了吧 变马对决 开始 上吧 钢铁犀牛二代 钢铁犒 钢铁犀牛四代 可笑 这 耶 四代 马平 又输了 怎么会 那个老古董机器人 竟然比上次更强了 既然你们都找到这儿了 我就请你们吃顿午饭吧 小胖 鼻涕虫 如果你们想我了 就随时来学校找我玩吧 在这儿上学会不会太无聊了 不然这样 我们两个一起称霸街头吧 如果咱们俩联手 谁还敢瞧瞧我们 不了 选择留在这里修炼编码能力 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真肉麻 那么你一定要成为 最棒的编码战神才行 不要让老师跟同学们看不起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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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更厉害了 会再来找你的 你也要好好训练哦 选择留在这里 修炼编码能力 是我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了 因为在这里 有我亲爱的朋友们在身边 就是最棒的了 快点 校长 喝吗 已经有十年了吧 安德失踪的时间 是啊 他研发出了能量球 然后就失踪了 但是能量球的能量来源 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没有解开 超级机器人学校的交换声 已经到达我校 知道了 我们这就过去 双胞胎 他们真有预算 双胞胎 大家好 我们是 善良又可爱的双胞胎 高龙高峰俩兄弟 这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猎狱 独蝎 合起来就是猎狱独蝎 希望大家多多关照 谢谢 交换声的性格还是挺开朗的 很活泼的孩子呀 期待他们的表现 厉害呀 这就是十年前俄罗斯编码机器人研究所 限量生产十个的机器人零件吧 迪凯 别吓到客人了 好了 我要继续介绍了 这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 朱利安同学 哼 我听说你很厉害 朱利安 请多多关照 还有这位是小智 小智去哪了 小智 小智是谁呀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看好了 小智在此 哼 你们两个 就算能骗过其他人 也别想骗过我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把这里打开 小智啊 你是怎么了 这里面什么都没有 确定没藏着非法改造的零件吗 非法改造的零件 没有 我们绝对不会使用那种零件 没有的话 就打开证明一下 的确什么都没有啊 怎么会是空的呢 走着瞧吧 我迟早会让你们的真面目 大白于天下的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 其实没有恶意的 请你们谅解一下 没关系 我们不介意的 对吧 是啊 可以理解的 你们真的很善良啊 红色风暴 你也记得的吧 我敢肯定 就是那两个家伙 还没结束呢 结束了 怎么可能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上副才刚刚开始呢 是什么 是双胞胎吗 看招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这场队截由我们结束 难道是非法改双零件 红色风暴 你们两个太卑鄙了 我们可以一起做对决训练吗 现在吗 可以吗 你们为什么不让机器人攻击呢 听我的 就跟他这么说 哇 你的实力比传闻中的还要厉害 特别是反应速度 也太惊人了吧 谢谢你 不过 我听说你在编码对决时 会变成和平时不同的性格 为什么现在没变呢 因为我们现在只是练习啊 因为只是练习嘛 如果我这样做呢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想看看你真正的实力 好吧 给我看好了 对嘛 这样才有意思 小林跟高龙高峰 李凯出什么事了 小林跟新来的双胞胎正在进行训练对决呢 我先去吃炸鸡了 你要不要过来看看 对决 不行 我要阻止他们 阻止他们 在说什么呢 好饿呀 你还可以吗 那就尝尝这招吧 狐狐狸 狐狸 气功波 怎么样 看来胜负已经很明显了 还想挨揍吗 高峰 不了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 谢谢你啊 哦 快看那边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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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啊 嘿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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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太过分了 我就知道会这样 小林 你快说 是他们干的吗 是吧 怎么又是这个家伙 真是没有安美了 不是的 应该是我自己的原因 呜 绝对不可能 这两个家伙可是 高峰真的什么都没做 嗯 应该是我的编码出了问题 呜 可是 那我先回去了 哦 嘿嘿嘿嘿嘿嘿 哦 哦 所以你的实力有长进了吗 街头对决小霸王 哈哈 你不会还在用那个老古董机器人吧 叫什么来着 红 红色 疯疯癫癫 对吧 哈哈 哈哈哈哈 是红色风暴 对 红色老古董 你可千万小心别磕坏了 下次对决 就等着被我们捏成碎片吧 太可恶了 嗯 小致 嗯 哦 你要干什么呀 总算来人了 这家伙怎么这么奇怪呀 哈哈 嗯 小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终于 完成了 今年地下城的迷你机器人 哈哈哈哈 很好 真是太好了 今年的地下城对决肯定会很有趣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有谁入侵了十三区呢 怎么可能呢 我们的安保设施可是世界一流的 啊 不会吧 啊 天哪 能量球 能量球 是怎么了 啊 嗯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嗯 啊 能量球 输出的能量越来越多了 你是说 能量球凭借自我意识增加了输出吗 十年前也出了这种事 安德要小心呢 能量级升得太高了 嗯 这个能量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嗯 我在研发能量球 嗯 但是这个能量球 好像很危险呢 编码内核怎么可能承受得住呢 唉 你别说傻话了 现在的内核无法承受 所以才要研发适配高能量级的编码内核 我开发第三代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只会说丧气话 那就出去吧 嗯 嗯 安德 嗯 嗯 嗯 啊 啊 我的能量球终于苏醒了 小蜘蛛 集合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只要可以得到能量球 只如我开发的第三代编码内核 我就能控制世界上所有的编码机器人了 小蜘蛛军团 出击 看来我得到能量球只是时间问题了 我也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 请你再忍耐一下吧 致命狼猪 今天我们要学习如何给编码机器人升级 输入高级的编码指令能让编码机器人的性呢 嗯 小蜘蛛怎么不接了 嗯 嗯 哦 哼 看来他终于决定要破冠破摔了 怎么可能 啊 嗯 嗯 哦 小蜘蛛 你拿的都是什么书啊 嗯 你说呢 当然都是编码的书了 哦 很努力嘛 小蜘蛛同学 我整整在图书馆泡了一个礼拜 不过对于我这个天才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朱利安的话就不好说了 小蜘蛛同学 你给大家抢一抢吧 对编码机器人进行升级 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 哦 哼 不仅会提升机器人的反应速度 还能帮助强化部分零件 哇 看来你下了不少功夫嘛 嘿嘿 哦 对于最厉害的编码战神小蜘蛛来说 都是小意思 接招吧 朱利安 坚持一下真正的编码吧 天呐 太优秀了 哇塞 小蜘蛛太有才华了 没错 真是梦幻级的编码能力啊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啊 哈哈哈哈 投降 我投降 我输了 小智 你是最棒的 请你原谅我吧 我再也不敢挑战你了 求你了 我知道了 朱莉安 虽然你比我差远了 但也不是完全没希望的 加油吧 加油 真的吗 小智 你的实力如此强大 心地还这么善良 不愧是真正的编码战神啊 是啊 是啊 你说得很对 好吧 朱莉安 下次见面就叫我大哥吧 刘娜 千万不要崇拜我 小智 你给我站好了 小智 炒鸡怎么会这么好吃呢 吓我一跳 李凯 你好 哦 高龙 你要吃吗 不用 我不吃了 有一件事想拜托你 拜托什么 那么我就指导你一举 好啊 我会好好学习的 我会尽量点到为止的 你也不用太担心哦 谢谢 你真是个好人哪 哈哈哈哈 你是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好要指导我一局的吗 那你呢 明明明有这么强的实力 为什么要装得自己很弱呢 我听说编码学院有一个很强的机器人 看样子肯定不是你的怪力黑熊了 啊 什么 我看你真的是欠教训 你接招 哎呦 哎呦 还不错呀 啊 就是现在 编码 超级爆摔 抓到了 你输定了 嘿嘿嘿 嘿嘿嘿 嘿呀 嘿呀 呃 黑熊 呃 吓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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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也要努力学习 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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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在学习吗 嗯 我以为你只是在说大话呢 居然坚持下来了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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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熬夜学习 上课时才会打盹吧 被 被发现了 哈哈哈哈 可是 你这样会不会太累了 这 这个嘛 毕竟我的底子太薄 所以得努力一点 才能追上大家 呵呵 我来陪你怎么样 嗯 真的吗 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 我当然没有问题了 谢谢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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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 我觉得你入学后的变化很大 呃 变化很大 是什么意思啊 嘿嘿嘿 你刚来学校的时候 感觉你有点淘气和贪玩 现在 你好像比以前变得认真多了呢 嘿嘿嘿 是吗 嘿嘿 这么说来的话 还是多亏有你们几个呀 嘿嘿 我们 因为你们几个 我才明白 编码对决不是为了打败对手一心求胜 而是和对手共同成长 成为朋友的过程 应该尽情享受 看来你真的改变了很多 竟然还会说这种大道理了 嘿嘿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嘿嘿 嘿嘿 对了 升级进行的如何了 呃 那 那个 嗯 哦 相当不错啊 没错 只要让红色风暴的性能整体升级 就可以使用凤凰之子那种高级别的武器了 是吧 我就知道 我肯定行 嘿嘿 还有件事 如果要整体升级 就要把编码机器人的电源关上 直到完成赌取任务为止 呃 是吗 需要多长时间 嗯 这个吗 嘿嘿 如果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大概两天左右 啊 我还以为要多久呢 嘿嘿 开始升级 嘿 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只要等着红色风暴醒来就可以了 嗯 红色风暴 好好睡一觉吧 下次见面的时候 你会变得更强 快灵狠熊 对不起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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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得不得了 输了就知道哭鼻子 嘿嘿嘿 目标没几个了呀 嘿嘿嘿 嘿嘿 快点解决掉他们 去下一个学校吧 嘿嘿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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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答应过你 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伤的 对不起 我没能遵受诺言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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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凯 这是你最喜欢的巧克力饼干 嗯 怎么了 你没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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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 跟高龙进行了编码对决 什么 我不是说过不要和他们对决吗 他们可是以破坏其他机器人为乐的小混混 我 对不起小枝 你说得对 可是我的黑凶 嘿嘿嘿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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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怎么教训这两个家伙呢 嘿嘿 Bot 我的黑凶怎么办 嘿嘿嘿 呃 李凯 先别哭了 先给小邱看看情况吧 好 嗯 维修的话 难度没有看起来那么大 哦 是吗 谢谢你 不愧是我们的小天才 不过 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 居然敢这么粗暴地对待编码机器人 我们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好 那么 等我修好了黑熊 再来找你们哦 小秋说的没错 绝对不能饶了他们 怎么办呢 现在红色风暴还不能参加编码对决 不要担心 我们还有其他好朋友呢 我只是觉得不太对劲 没想到他们真的是坏人 对不起啊 小智 没事 如果是我也会误会的 问题是红色风暴还在升级 无法对决 狐狸和黑熊还没有修好 这次只能由我和朱立安 阻止他们两个了 怎么样 你可以吗 当然了 就那两个家伙而已 绝对不要掉以轻心 你也很有可能会被打败的 小智 你不要担心我们了 就让大哥哥来给你报仇吧 你们想对付我们吗 还是不要白费力气了 一个一个赢已经没有意思了 干脆来场二对二车轮战吧 二对二车轮战 你们几个听好了 二对二车轮战是由两个机器人组成一组 轮流上场对决的比赛模式哦 以防情况不利或能量不足时 可以与队员交换 由新上场的队员代替队友继续对决 是不是很有趣呢 同学们要加油哦 我要好好教训一下你们两个 那你就试试看好了 千万要说到做到哦 哇 准备是太帅了 太棒了 可恶 怎么这么强 高峰 把他引到这边来 编码 龙卷风暴击 扭码 哟 流娜 别给她交换的机会 直接干掉它 它上钩了 糟了 你们真的太过分了 忍一忍 小致 他们这么做 就是为了故意激怒咱们 快起来 银子凤凰 好啊 你居然还想挑战我们 凤凰之子 出刀 流浪好棒啊 流浪 小心哪 我来干掉你 超级闪电发射 银子凤凰 过分 银子凤凰 换人 让我们见识一下 你们学校的精英水平 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 我倒是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厉害 横月侧踢 推爆闪影 它是怎么做到的 朱利安他 很早就开始进行 T对多的编码对决训练了 T对二的编斗 可以说是朱利安 近身传的形式了 你们俩还是一起上吧 你别抢不起人 高龙 换我上场 独歇 给我干掉它 是不是该出面阻止他们了 李赫 这里要出事了 我知道 他们现在做得很好 你在说什么呢 那对双胞胎交换生 可是把所有滑招都用上了 所以我才说他们做得很好啊 这样才能告诉对手 用滑招是不可能一直获胜的 可是 真是没用 你到底在干什么 有时间抱怨 还不上场帮忙 好厉害啊 不得不承认 朱利安这小子真的很厉害 高峰 要使用B计划了 知道了 笨蛋 为什么攻击我的机器人 还不是因为他躲开了 我有什么办法 躲开了你不会追着他攻击吗 既然他都躲开了 你为什么就躲不开呢 那我们的对决就到此为止好了 对决继续 让你们看看 我们真正的实力 真正的力量 练狱 独献 合体 好了 真正的对决终于可以开始了 你们太卑鄙了 先合体再对决 不就等于是二打一了吗 朱利安 你要是觉得委屈 就背着银色凤凰一起上场吧 还真是没底线 不想战斗就赶紧投降吧 朱利安 小少爷 你说什么 朱利安 千万不要中了他们的圈套 赶快停止对决吧 你们都别吵了 难道我连这种家伙都搞不定吗 这下糟了 朱利安确认中了对方的激将法 当两个编码内核合体之后 战斗力绝对不是两个机器人相加而已 就算朱利安全力作战也很难取胜 必须先破坏他们的编码内核 很好 就是那里 编码内核不在那里 最适合致命郎珠的编码指令 终于全部完成了 终于让我找到了 这 这是 十三曲 居然把我的能量球藏到了这个地方 等着吧 知名郎珠 最强大的编码内核 马上就要斗手了 快起来 朱利安哪 为什么受了重伤还要战斗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 如果自己输了这一场 也要尽量对敌人多造成一些伤害 好让剩下的人继续战斗 可是 我们已经没有能战斗的编码机器人了 还有我的红色风暴呢 可是红色风暴的升级还没有结束 所以 这个学校也被我们打败了吧 真是太轻松了 有我小志在你们别太猖狂了 要是在升级中强行打开电源 红色风暴可是很有可能会直接崩溃死机的 我知道 不过 我绝不能就这么放过那两个可恶的家伙 红色风暴一定会没事的 他很坚强 一定能撑下来的 他是不是疯了 是啊 来呀 要是你想玩的话 就陪你再玩玩好了 小志 我劝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总不能为了他们让你最珍惜的红色风暴系统崩溃吧 是啊 你还是听刘娜的吧 万一害得机器人粉身碎骨了可怎么办呢 你们这两个 以破坏机器人为乐的家伙 我是绝不会饶了你们的 我是绝不会饶了你们的 小志 哎呀 哎呀 这下怎么办呢 既然有人挑战我们 不接受的话说不过去吧 哈哈哈哈 苏醒吧 红色风暴 求你了 用别了 老古董 醒来吧 红色风暴 红色风暴 怎么回事 怎么不见了 红色风暴 求你回来了 不 不可能啊 怎么会这样呢 明明 明明 刚才还在升级啊 精神感应 小志这家伙 已经这么强了吗 红色风暴 休息好了吗 来吧 让大家看看全新的你吧 红色风暴 雷射刀锋 只不过多了把破刀而已 还能有什么区别 好厉害啊 小志 这家伙是怎么回事 一时大意 没什么了不起的 高峰 接下来我负责分散他的注意力 你趁机发动攻击 知道了 编码 激光独阵 吓我一跳 差点就被打到 就是现在 接招吧 糟了 这个速度是躲不开的 即使是荣耀黑豹 也很难全身而退 即限燃烧 极限燃烧 小志 你太棒了 放开我 我终于 我的小天才 太厉害了吧 小志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太过分了 居然把我的炼狱毒性打成这样 我看你是欠收拾吧 绝不能饶了你们 绝不能饶了你们 别人你抓获 大转家 放开我 你修酒你来了 你们以对决为借口 实际上是为了破坏和鞭马战士 并肩作战的机器人吧 必须接受最严厉的惩罚 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趁这个机会 我们学校再做一次大草厨吧 而且 维二参加大草厨的学生 就是你们两个 我们走 大管家 东东 我们 要不要去吃炸鸡 我真是拿你没办法呀 好 我们去吧 小志 干得漂亮 小志 你的进步真的很大 醒来吧 红色风暴 这个小志 精神感应能力 真的很厉害 不过总觉得 有点眼熟 不管了 我该开始测试 致命狼珠的编码性能了 现在就开始吧 我说的是真的 他走进之后确定的 根本就没有人在控制他 那个编码机器人的行动 完全出于自己的意识 好可怕呀 是吗 又是那个传闻中的 幽灵机器人吗 是啊 柳娜你也听说过他的事吗 听是听说过 但是没见过 那是当然了 我听说见过他的人 已经都 已经都怎么样了 他们都怎么样了 都别说了 又不是小孩子 竟然愿意相信这种传闻 这么说起来 我之前好像也见过 那个编码机器人 真的吗 在哪儿 长什么样子 你们几个真是 太让人无语了 他又犯什么病了 肚子饿了吧 醒来吧 红色风暴 荣耀黑豹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他轻轻松松的就赢了 小智这个家伙 要想战胜她的话 就得提升精神感应能力 什么人 算了 我要专心点 专心点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谁控制的机器人 想和我对决的话 就过来下战铁 什么 没有人控制吗 难道是那个 传说中的幽灵机器人 朱莉安 我们对决吧 朱莉安 你藏到哪里了 要是害怕我 你就直说好不好啊 小林 你见到朱莉安了吗 我好像在编码对决场地 看见他了 是吗 那么再见 嗯 太惊人了 这个体型和这个速度 这个是荣耀黑豹的黑豹闪影吗 是这边 朱莉安 朱莉安 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了嘛 来对决吧 就是这个家伙 那个幽灵机器人 什么 去哪儿 刚才明明还在 朱莉安 要是怕我 你就直说吧 这有点不像你啊 还吵幽灵 别骂机器人做借口 别怕哦 我会让着你 让开 朱莉安 你去哪儿啊 你想去哪儿 又 又是你吗 既然你打败了我们心爱的机器人 就用你心爱的机器人来赔礼道歉吧 什么 抵抗是没用的 我劝你还是乖乖地交出来吧 我们呀 红色风暴 红色风暴 把红色风暴交出来 你一定会后悔的哟 你们上吧 别忘了你们的花招 在我这儿行不通 谁说我们这次要和你对决了 不给的话 我们就自己抢咯 传奇少林寺拳法 蛤犬 鹤犬 这下你怕了吗 你 还不赶快交出 红色风暴 你们是特意过来搞笑的吗 你小子竟敢小瞧我们 那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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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别走 求你了 小子童 别走啊 就让我摸一下吧 我们打赢再也不耍花招了 好吧 只有这一次啊 谢谢你 谢谢你 干什么 放开我 谢了大笨蛋 红色风暴 我们就收下了 给我站住 给我站住 把红色风暴还给我 我躲一下 那个家伙去哪儿了 老风 别吓我呀 你在怕什么 快回去吧 还要把它拆掉呢 嘿嘿嘿嘿嘿嘿嘿 你说的对 这个机器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真是太帅了 快过来 来吧 没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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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 趁着没人 直接把他带走吧 嘿嘿嘿嘿 你的坏主意可真够多的呀 上吧 练狱毒蟹 上吧 练狱毒蟹 嗯 嗯 他们到底从到哪里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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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再这么下去就要输了 只能下狠手了 激光毒阵 嘿 哎 哎 啊 啊 嗯 怎么会这样 好惊人的力量啊 那个机器人不见了 他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那个幽灵机器人吧 原来是小智啊 等等 这张脸 没错 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那家伙 太好了 终于成功了 所有的树枝都很稳定 一切都很完美 这下 我的心愿就能实现了 只要有了这个能量球 全世界的机器人 就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了 谁来找我 请问是安德博士吗 我是一名研究编码内核的科学家 你的研究可能有一些问题 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那是第一代编码内核 那个科学家和小智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你现在正在以第一代编码内核为基础 研究新的能量形式 对吗 这个人 他是怎么知道能量球的事的 太危险了 没有人类的精神感应 这种能量是无法稳定下来的 请你马上停止这个研究吧 你错了 我的能量球 就算没有精神感应 也没关系 现在所有的数值都趋于稳定了 我只需要开发第三代编码内核就可以了 你说的稳定 只是一时现象 过段时间会重新波动的 你一定要听一下我的建议 安德博士 请稍等 马上就来 是谁 怎么回事 是我听错了吗 刚刚我明明听到有人敲门 好奇怪啊 是谁 是谁在恶作剧吗 这 朱利安 哥 你刚刚 是在恶作剧吗 倒不是恶作剧 是有件事 想要拜托你 拜托我吗 你真的见到了 那个幽灵变马机器人吗 没错 朱利安好像也被他攻击了 猎鱼毒蝎 也是被他给打败的 这样下去 其他人也会被攻击的 得阻止他才行 小智 你是不是太激动了 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是啊 我们不知道是谁在控制 能有什么办法吗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也就是说 你是想把荣耀黑豹升级到可以超过红色风暴的地步 是这样的 我想让他完全超越红色风暴 那好啊 这件事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的 你可以放心交给我 真的吗 荣耀黑豹本身的基础就已经很出色了 把功率再提升一些 再强化一下武器零件就可以了 我看看哦 好吧 就是他了 这个零件已经强化成最高级别了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输入新的编码指令 再使用一亿度都不会融化的编码合金作为材料 就能把荣耀之剑打造成最强大的武器了 编码合金 这些东西你是怎么知道的 可以说这是我经过长时间的研究结果 长时间的研究 我研究编码机器人的时间 可比你能想象出的时间漫长得多了 这是什么意思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升级已经结束了 因为荣耀黑豹是第三大编码内河 所以升级速度是很快的 如果换成红色风暴 恐怕需要好几天吧 刘娜和小灵已经同意了 那朱利安呢 朱利安快过来 我们在说幽灵机器人的事呢 朱利安 我想出了一个引出幽灵机器人的好主意 你要不要听一听 这是什么 小智 这个是挑战书 是挑战书 挑战书 是什么挑战书 小智 明天上课的时候 我要正式和你对决 你该不会不敢应战吧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你好啊 小智 刘娜 你好 我觉得 你的脸色不太好 是在担心什么事吗 没有 没什么 你是不是 担心自己会在明天的对决中输给朱利安 没有 不是因为这个 是朱利安 我以为这么长时间 大家都已经变成朋友了 但是他看我的眼神 好像把我当成了敌人一样呢 那是因为 朱利安这个人的胜负欲太强了 你不用担心的 只是 只是这样嘛 那好 我明天也会全力出战的 那我就全力给你加油吧 好好准备 不打扰你了 那好吧 各位同学 在今天的课上 小智和朱利安将会进行编码对决 小智加油 小智加油啊 朱利安 请多关照了 听我指令 编码对决 开始 刘娜 你有没有觉得 荣耀黑豹有点不一样了 是啊 是因为伤及了吗 荣耀黑豹 好像变得更厉害了 好吧 这下我也要加把劲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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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智真的很像那个多管闲事的科学家 总之 先看看他打算怎么对付 这个经过强化的荣耀黑豹吧 嘿嘿嘿嘿嘿 都好厉害啊 他们已经打了快四十分钟了 对决的时间这么长 对编码机器人的负荷也太大了 很厉害啊 哈哈 哈哈 怎么了 你是不是累了 怎么可能 胜负才刚刚开始呢 雷射刀锋 驱散黑暗的 勇气与力量 荣耀之剑 来吧 一决胜负吧 小智 放马过来吧 红色风暴与荣耀黑豹的对决结果是 双方平局 太厉害了 两个人的表现都太棒了 小智 你是最棒的 非常精彩的对决 不过下次 你不会再有任何平手的机会了 当然了 因为下次获胜的 肯定是我小智 怎么回事 小智跟朱莉安居然握手了 他们俩的关系终于要好转了吗 不可能吧 是吗 感觉不太像呢 你怎么还不松手 你先松手吧 你松手我就松手 让我先松手 果然是这样 你快松手啊 我就不 你能怎么样 真受不了 你快点松手 太惊人了 能量 趁它变得越来越强 现在已经无法控制它了 当初不应该把它放在地下城里的 都怪我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看来我们只能取消今年的地下城对决了 可那样的话 孩子们肯定会对学校很失望的 这一年来 为了成为编码战神 每个人都在努力修炼 如果不能进行最终测试 通过地下城对决 王晴 我可以理解他们 不过现在的情况会发生什么事情 的确是很难预料的 我们不能让他们冒这样的风险 如果万一能量求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和十年前的安德一样 好久不见了 能量求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 我的能量求 你再等一等 马上就可以让你回到我的身边了 不可以 太危险了 请马上住手 请你保持清醒 安德不适 我的能量求 这到底是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不要啊 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再重蹈覆辙了 没错 我现在需要的 是可以稳定能量求的 来自人类精神感应的纯净能量 终于到你们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我要你们去替我打开潘多拉的盒子 实现我的伟大使命 太慢了太慢了 太慢了吗 那这个怎么样 超级重吹 好惊人啊 你以为我会这么说吗 许龙杖 许龙杖 每个人的实力都进步了好多啊 除了你 大家都有进步 明明是我的手下败将 居然这么说我 我吗 昨天你输给我了 承认吧 你不懂平局是什么意思吗 我输给你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吹牛 什么 你们俩别吵了 现在看来 我们几个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这次的地下城对决一定很精彩 是吧 地下城对决 小致 你又打瞌睡了吗 王老师在课上讲了很多遍了 抱歉 什么是地下城对决呢 你不知道地下城对决 我来跟你说明 李凯 对决还没结束呢 你在干什么 地下城对决呢 是认证编码战神资格最重要的考试 学生以五人为一组 进入地下城的虚拟空间 完成各种任务才能通过考试 通过考试的五人小组中 最具有领袖风范的人 将有机会成为编码战神 好了 说完了 继续对决吧 领袖风范 我小致不就是天生的领袖吗 太适合我了吧 好 地下城对决 我们小致队一定能轻松通过 你们别多想 好好跟着我就可以了 走 我们出发吧 嘿嘿嘿 哦呼 嘿嘿 哈哈 哦呀 小致 你去哪儿 现在地下城对决还没开始呢 小致这小子 我看他最近真是越来越没救了 呃是吗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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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 目标出现 怎么样 你没想到这是个陷阱吧 听说你最擅长的就是逃跑 对吗 亮出你的真面目吧 你的主人究竟是谁 你为什么要攻击其他的编码机器人呢 你最喜欢吃的到底是什么 又怎么了 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等你们打败我之后再说吧 编码机器人说话了 是新款吗 既然你都说出口了 那我们也只能应战了 各位 准备好了吧 编码机器人开始 开始 减码机器人开始 最后 Wait a minute 墟码机器人开始 速度和力量都太惊人了 千万别乱的阵脚 继续向敌人施加压力 这么简单的变马之力就想打败我 你们还是别白日做梦了 小致 对手好像已经砍穿了我们的攻击模式 好吧 只能使用战术臂了 这位编码大师 这次的表现也请你评价一下 看看是不是太简单了 好 上了 散开攻击 散开攻击 不 好 散开 约翥 车 然后 延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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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及格 那就正式开始对决吧 怎么回事 竟然能好发无伤 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力量 不要忘 将军 刘娜 我们肯定还会再见面的 什么 在这里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别人都在吃晚饭呢 是吗 我们没没干什么 只是趁大家有空 想练习一下多人对决 你们几个 好可疑呀 很好 致命郎珠 现在所有的测试都结束了 同学们 一定要明白 对机器人进行无限的升级和改造 绝对不是什么好事 为了更好地发挥编码机器人的力量 为自己的机器人选择最合适的编码 才是正确的选择 躺在睡觉上的功夫 肯定到了编码战神水准 说的有道理 这么有创意 怎么就不知道用在编码里呢 吵死了 刚才上课学得太认真了 赶紧回去睡一觉吧 小智哥 小秋 小智哥 听说你和幽灵编码机器人对决过 是吗 是一个蜘蛛形态的机器人 还不知道是谁在控制 但是 真的很强 要是像你说的那么厉害 那它很有可能是从十三区那个地方逃出来的 什么十三区 那是什么地方 据说那里是校长管理地下城和做研发的地方 那里还有一个被称为能量球的神秘能量源 还有这种地方啊 不过能量球又是什么 能量球是一种强大的能量物质 只要有了它 就可以将编码机器人的力量无限制地提升 那个幽灵机器人的力量 也许就是受到了能量球的影响 真的吗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那个能量球 红色风暴也可以变得更强吗 当然可以了 它能让红色风暴变得比其他人的编码机器人 更强大 更厉害呢 哦 居然有这种好东西 小赤哥 怎么样 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当然要去一趟了 可是 还有很多迷你机器人守卫着 很危险的 我们需要更多的伙伴才行 小赤哥 你能不能带几个朋友一起去啊 好的 没问题 对了 我们去找能量球的事情要对老师们保密哦 明白了 这就上钩了 真是太好骗了 实 实在是没力气了 朋友们 我有事情想和你们说 你们谁听说过十三曲的事情吗 不是的 小球是搞错了吧 十三曲哪有什么能量球啊 嗯 嗯 其实 我们学校有一个校园传说 这里原先是吸血鬼怪物的巢穴 后来李鹤校长把吸血怪物给赶跑了 才在这儿成立了学校 向日葵之光 啊 啊 再后来 他把那些俘虏的吸血怪物全都关进十三曲了 你现在却说要去那种地方 嗯 这种传说怎么可能是真的 对吧 小智 小智 你是害怕了吗 怎么可能呢 我连怕字怎么写都不知道 不过 你的版本和我听说的不一样 你听说什么了 我听说的是 这个学校原先是个研究所 不过 有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在做危险实验的时候 引发了一场重大爆炸事故 所以 只要到了晚上 整个十三区 都会回荡着 那个疯狂科学家的笑声 这样的话 我们要不要去十三区看看 怎么样 这 真的吗 万一你是对的 那里存在着 能让编码机器人变强的能量呢 万一 那里真的有心血怪物呢 怎么可能是真的 我们几个一起去吧 再把我们的机器人都带上 就更没问题了呀 你们自己去玩探险游戏吧 我还有书要看呢 学校里居然还有这种地方 哥哥姐姐们 小秋 我来晚了 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没事 没事 朱莉安人了 真的没来吗 她说她再不想干这种傻事呢 纯属浪费时间 嗯 朱莉安 你不是不来吗 如果里面有 小秋说的那个能量球 我倒是有点兴趣了 能量球是我的 可以进去了 哦 哦 哦 我们走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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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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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到了 那边就是地下城出口了 好啊 快点进去吧 这是什么呀 万一碰到了引发大爆炸怎么办 可不可以太危险了 我们还是回去吧 都到这里了 我才不会后退 说得没错 先看看再说 我说过了呀 我有进去的办法吗 快看 那个就是能量球 这个就是能量球 太好了小秋 我们快点进入地下城吧 稍等一下 我要先找到地下城的启动装置 你们等我一下啊 不要着急 能量球 马上就会对你们的能量有所反应了 听到了吧 好像还有能量球呢 本来目标只是机器人 没想到还能得到能量球 好 说是怎么回事啊小秋 怎么会这样啊 这是因为地下城开始启动了 你们再等一下吧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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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怎么回事 是真的吗 太好了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回事 我记得刚才的那个地方 除了能量球 其他什么都没有啊 估计是地下城启动了对决功能 出现了虚拟场景 朋友们 小秋和扁马机器人都不见了 什么 小秋 红色风暴 你们在哪里呀 各位 请开向你们的前方 是编码机器人 怎么会变得这么高大 在地下城对决中 你们需要操纵 真实大小的编码机器人 好帅呀 但是小秋 你在哪里呀 我在这里 探测能量球的位置 给哥哥姐姐们 助一臂之力 好了 请大家进入 编码机器人内部吧 首先要开启编码手环 准备进入编码机器人内部 请大家使用同步编码 怎么回事 要浮在空中吗 小枝 各位 我们先适应一下吧 李凯 你这是干什么 抱歉 我不是故意捣乱的 这么大的身体 难度好大呀 真是的 竹莲 你刚才是故意的吧 随便你怎么想 我还不了解你呀 那是什么 各位 那边有企鹅 李凯 你刚才说什么企鹅呀 李凯 等等我们 好可爱呀 李凯 李凯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乱碰他 比较好 怎么了 他多可爱呀 先看一眼 你 你的身后吧 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李凯 快躲开 冲刺模式 开启 冲刺模式 开启 这 这叫什么姿势 凭什么要我们这样操纵机器人啊 你就别抱怨了 高峰 你看那边 这群家伙 看他们这下还怎么神奇的起来 来 我们就在这欣赏一下吧 嘿嘿嘿嘿嘿嘿嘿 糟 地下城对决开始后 入口就自动封锁了 必须停止地下城对决 要不要去把总盐闸关掉 如果断电 能量球的安全装置也会失效的 那样的话 就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 这下我们怎么办 目前 我们只能选择相信这些孩子们了 编码 极限 燃烧 龙卷风 暴击 嬉 无垢 好了 我们成功了 等一下 李凯呢 李凯不见了 什么 你在哪儿啊 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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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李凯 你在哪儿 你在哪儿 小秋 还没有定位到李凯的位置吗 是的 我还没有捕捉到他的信号 不然的话 我们再试试其他的策略吧 那 我们就分散找人吧 好的 大家都要小心啊 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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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能在哪里呢 找到了 你要撑住啊 李凯 救命啊 我错了 住手啊 救命啊 我要拽我的头 不许你们欺负我的朋友 小只 小只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不知道 他们突然集体发动攻击 醒来之后我就在这儿了 抱歉 没关系 嗯 我们快点去找其他人吧 嗯 哈哈哈 又 又是你们 又是你们 是能量球 肯定是能量球在控制迷你机器人发动攻击 能量球干的 嗯 现在呢 我们能做些什么 是啊 我们再找找别的办法吧 小只 快躲开 结招吧 哼 这两个家伙怎么也进来了 虽然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但是也无所谓了 哼 小只哥 他们应该是跟着我们混进来的 哦 你们两个家伙 真是没完没了 哈哈哈哈 宇宙最强的高龙 还有高峰 眼看着你们要成为编码战神了 不帮你们一把的话 我们会不甘心的 结招吧 臭小子们 太股份了 对了 李凯 李凯 这里到处都是兵 肯定不会很结实 嗯 就用怪力黑熊的锤子吧 知道了 我试试 这下好像不在计划范围之内啊 这下好像不在计划范围之内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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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 嗯 嗯 嗯 你们两个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 所以别再跟着我们了 乖乖在这看风景吧 嗯 李凯 大家估计都等急了 快点过去吧 嗯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给我走着墙 给我走着墙 唉 真是无语了 那俩人究竟去哪里了 哦 奇怪的东西 嗯 嗯 他们在干什么 过去看看吧 哦 等一下小林 小林 嗯 你 我的朋友在哪里 快叫出来 撇撇撇 撇撇撇撇 我 我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啊 怎么了 哪 啊 鸟 啊 哼 欸 啊 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 难道是冰冻之城的守护者 大企鹅疾器人吗 冰冻之城的守护者吗 大家都躲开 很好很好很好 我还担心对手如果太弱了怎么办 我对你非常满意 冰马 冲刺模式 开启 接招吧 住手小林 你这样莽撞出击就太危险了 小林进入状态了 只要有强大的对手出现 他就会失去滋空力 是导弹 小林快躲开 小林 小林 我的功夫狐狸是绝不会输在速度上的 啊哈哈哈哈 小秋 你才听呢 大企鹅的弱点就是它的头 可是 很好 那就剩了 这又是什么 不过呢 得注意激光枪 小莉 小莉 敌人好像有点奇怪 朱莉安 他需要时间补充能量 抓住机会 很好 别忙 荣耀之剑 朱莉安 朱莉安 来了 来了 接下来我们该去哪儿了 跟着他们的轮胎坚 追上去看看吧 我来攻击大企鹅机器人的头部 你们就负责攻他的下盘 没问题 冲刺模式 开启 我来攻击大企鹅机器人的大企鹅机器人的头部 刘娜 刘娜 刘娜危险 刘娜危险 刘娜 抱歉 我来晚了 小 小智 我也来帮忙 哪来的沙达克 居然敢欺负我小智的朋友 接下来我要去探一探敌人的作战模式了 你们几个先休息一会儿 静看的话 你还真是个傻大个儿啊 但是我是不会怕你的 不说了 我来和你比划比划吧 原来是这样 一次只能打出三颗导弹 小智 迷你机器人在争取时间 让大企鹅补充能量 赶紧摆脱他们 这个我也知道 朱利安 都给我让开 激光枪补充能量需要时间 而且一次 顶多只能发射十秒 很好 你的作战模式已经被我看穿了 好厉害呀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看穿了大企鹅的攻击模式 不过只靠你一个人 是很难战胜对手的 各位 我想到了一个战术 你们还能配合吧 小智哥 有个问题 如果你说出来 大企鹅也是可以听到的 所以就算想到了办法 也要小心别被它知道 你说什么 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吗 有是有 只要我们使用精神感应沟通 对方就听不到了 问题是不知道其他哥哥姐姐 可以做到吗 让我看看 你们的精神感应能力 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吧 好 只要我把护红色风暴同步时 使用的精神感应能量增强 也许就能让大家听到我说的话了 试试吧 你不会是又睡着了吧 现在可不能睡啊 好了 离开 不要打扰小智 让他集中精力感应好吗 各位 都能听到我说话吗 嗯 要是听得到 就回答我一下 嗯 听到了小智 他已经掌握了精神感应对话的能力 这是只有高级编码战神才有的能力 不愧是小智 他就是老天赐给我的那把钥匙 小智这小子 成长的速度实在是太惊人了 他到底是谁啊 哼 知道了 既然这样 我就服从安排先生好了 编码 荣耀之剑 员马 荣耀黑豹 黑豹转营 咳 咳咳 喵 劉娜 趁现在 好嘞 银色之剑 我们赢了 嘿 哼 这次 我要动真格的 驯龙杖 相信我 小智 李凯 抱 抱歉 太棒了 太好了 他们打败了地下城的守护者 太棒了 这样的话地下城对决就结束了吧 我们赢了 多看了有小智的战术 哪有 要是没有你们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获胜的 不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守护者 地下城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你说的很有道理啊 难道是因为我们 还没有找到能量球吗 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 情况还真是出乎意料呢 糟了 能量球又制造了一个新的地下城 萧丑 萧丑 难道 你要入侵地下城系统吗 既然你明白了 就快点帮我吧 知道了 新的对决竟然又开始了 地下城对决不是只有一轮吗 怎么会这样 那 那 那是 能量球吗 我看到了能量球 什么 就在那边 好像在等着我们 好 我们过去吧 好 啊 啊 你的 能量球 你要进行最终测试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等一下 怎么了 什么事啊小致 我感觉前面有什么东西 是什么 我还不太清楚 是直觉吗 喂 你该不是为了吓唬我们吧 大家小心 这些难缠的家伙怎么又出现了 太过分了 看来我们只能把他们一锅端了 这 太天真了 能量球的测试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就结束呢 成功了 成功了 不愧是我们刘娜 你的表现太出色了 发生了什么事 彼凯 你为什么偷袭我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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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怎么回事 你干什么 朱利安 不是我干的 大家小心 这些冒板机器人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小致 你不要光看着 来帮忙啊 我得知道哪个是真的刘娜才能帮忙啊 冷静下来 小致 猫牌虎又消失了 大家都不要动 从现在开始 谁先对同伴动手 谁就是冒牌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判断 要怎么出手了 那边 有两个 那个 你们怎么了 你们看看旁边 可恶 这次是两个吗 他们是什么时候来的 校长和王老师 老师 老师对不起 我们违反了规定 擅自闯入了地下城 等你们出来了再说 你们也应该知道了吧 现在是能量球在控制着地下城对决 我们正在尽全力寻找营救你们的办法 不过目前你们还要与能量球创造的对手战斗 这些对手是能量球创造的吗 我相信 你们一定能做到 好的 谢谢校长 我们会经历的 你们几个 不要加入我们的对决 知道了吧 可是小致 朱莉安 我们上 好啊 千万别被我看到 你输给冒牌团 先复制对手的编码 再创造出与对手一模一样的镜像机器人 这样的对手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 才是最难缠的 不过 就算能复制出外表与战斗模式 内心与精神还是无法复制的 诶 这 能量球应该是很清楚这一点的 能量球正在选择自己的主人 太厉害了 朱莉安 一定要集中注意力 这些冒牌货 是不会使用精神感应的 好 极限燃烧 旋风重拳 亚 発厚 黑暴 山影 这两个哪个才是朱莉安 集中出一力 我知道了 你是怎么看出真假的 我是随便蒙的 什么 来吧 上了 好 一个冒牌货 怎么可能赢得了我 变猛 荣耀黑豹 黑暗之猛 好厉害啊 太好了 小致和朱莉安成功了 好小子 还不是多亏了平时我对他们的教导 朱莉安 小致 你们两个都好厉害 小致 你的精神改善力好像变得越来越强了 是吗 太奇怪了 能量球的状态稳定下来了 同学们 能听到吗 目前能量球的状态正在逐渐稳定 所以说 现在就是寻找能量球的最好时机 我已经找到了 小长 你说什么 这什么都没有啊 小致 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我不是在开玩笑 是真的可以看到 能量球就在我眼前 小致同学 你现在真的可以 看到能量球了吗 是的 可以看到 就在我的正前方 看了能量球对小致精神感应的能量产生了反应 所以小致才能让能量球稳定下来 你的意思是 小致她是能量球的主人吗 我 我是能量球的主人吗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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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致 把能量球引出来吧 快点 哇 是真的 小致真的找到了能量球 哇 小致 你好厉害 小致 这小子表现不错嘛 成功了 能量球的状态 已经完全稳定下来了 是啊 小致 孩子们真的做到了 怎么回事 又突然发出不稳定的信号了 什么 又是那个变霸机器人 是幽灵机器人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 所以这个幽灵机器人的主人 是小秋猫 这一刻 真的让我等了太久了 小秋 他怎么也跑到地下城里去了 等一下 这个编码机器人又是怎么回事 李鹤 你还不知道我真正的身份吗 你们两个是不是太笨了 小秋 你说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一会儿完事了再和你解释吧 嘿嘿嘿嘿 别麻 终极致命狼珠 小枝 能量球是属于我的 小枝 你干什么 快住手小秋 快住手小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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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啊 啊 一 嗯 呀 朱莉安 哼 曾经的自己故事前行如今一万记 忙着期待和你约定的下一场变马队劫之战 冒险无穷尽不知何处去 战无止境 像太阳奔跑 怎么了 好奇怪 颜色疯狂不是我的空气了 不是啊 黑熊就算再分钟也不会这么慢吧 小秋 你究竟对他们干了什么 一群笨蛋 还不知道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好 难道是 也就是说 你是想把荣耀黑豹升级到 可以超过红色风暴的地步 对吧 那好啊 这件事对我来说难度不是很大的 你可以放心交给我 难道是那个礼物 灵娜姐 小秋 祝你生日快乐 这是我的礼物 可以提升凤凰的输出功率 小秋 你真是一个小天才 谢谢你送我的礼物 对了 那会儿被双胞胎攻击的时候 那时候小秋 那么 等我修好了黑熊 再来找你们哦 放心交给我吧 你一直在欺骗我们 小枝哥 让我看看红色风暴吧 很好吃 好啊小秋 好啊小秋 不是的 你说的不对 那个东西可好吃了 就是为了今天 我才为你们准备那么多礼物 不好意思了 我马上就结束 怎么回事 太卑鄙了 你敢不敢堂堂正正地和我对决一场 好惊人呐 我们的小只英雄 居然能承受得了我的礼物 小秋 你居然敢伤害大家的编码机器人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喂小矮子 上次就是这只破蜘蛛对我们的 炼狱毒蟹下了黑手 对不对 现在居然还想从我们眼皮子底下 抢走能量球 真是个贪婪的小矮子 这次我们绝对不会饶了你 对啊 他们俩的机器人 没被小秋动过手脚 这下总算有帮手了 对了 你们还在呢 刚才去哪了 高东高西 你说什么 我们是高龙高峰 好吧 随便你们叫什么吧 高傻高呆 你太过分了 这个小矮子 你太过分了这个小矮子 下招吧 下招吧 别傻了 被愤怒冲昏头脑 怎么可能赢呢 可笑的小丑 可笑的小丑 还没完呢 什么 别跑 别跑 双重飞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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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味怎么样 无自量力 你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了 知名狼猪 可是比任何编码机器人都要完美 你还是乖乖的把能量球交出来 别说傻话了 你以为我会乖乖投降 把能量球送到你手上吗 小致 别冲动 一个人对付它 太勉强了 是啊 小致 我们现在都帮不上忙 太危险了 我要欺诈了 那个小丑 竟敢安算我们 冷静点 小莲 小致 你快逃吧 你是逃不掉的 小致 谁告诉你我小致要逃跑了 小丑他 为什么会知道能量球的事情 小丑这个孩子 他究竟隐瞒了什么 哦 不好 能量球这下 状态又变得不稳定了 好刺眼 怎么了 怎么回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小丑 你看到了吗 那是十年前被爆炸破坏的研究所 还有 安德也在 难道是能量球制造的幻想吗 怎么回事 我的身体 居然变小了 不要啊 能量球呢 能量球不见了 在哪里 我明明警告过你了 只有拥有纯净能量的人 才能触碰能量球 否则就会出现难以预测的危险 吵死了 你不要再干预我的事情了 只要有能量球的力量 我就可以立即恢复原样 统治世界了 老爸 老爸他 为什么会在那儿 怎么可能呢 小丑他 居然是变小了的安德 危险 老爸 老爸他 刚才那个人 是小智的爸爸吗 是小智的爸爸 从危险中救出了小丘 那小智的爸爸呢 不要啊 小丘 惨了惨了 能量球把我的过去 就这么公布于众了 小丘 都是因为你 我老爸才会牺牲 我还觉得你们长得很像呢 没想到真是一对父子 我应该如何对你表示感谢呢 居然让你们两父子 都给我做了苦力呢 可恶的安德 把我老爸还给我 小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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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终于能融为一体了 能量球 就是这种感觉 我的能量球赐予我能量 只要拥有这样的力量 我就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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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宰这个世界的终极天马阵神 安德 怎么会这样 安德 我们为了寻找你的下落 这么多年来一直研究能量球 可是你 主宰这个世界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安德 十年前 我成功研发出了 能够充分调动 第一代编码内核的力量 控制所有编码机器人的能量球 但是因为能量无法稳定 我一接近 就发生了爆炸事故 那是因为 能量球拒绝接受 不够纯净的能量 所以呢 你就藏在幕后 利用拥有纯净能量的孩子们 哦 你怎么突然变聪明了呀 我的李鹤大校长 安德 不要这样 求求你回复原来的样子吧 好吗 哦 王晴 你在说什么傻话 我还是以前的我 还是深爱着编码机器人的我 正因为如此 我才要变得更强大 占有世界上所有的编码机器人 能量实在是太惊人了 这个感觉真不错 我还需要一个测试对象 你要当我的对手吗 小智 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接招吧 糟了 小智已经失去理智了 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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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 这才算得上像样的攻击 接下来轮到我攻击了 编码 致命狼珠 鎚命粘刀 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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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这样下去 红色风暴会被安德的镰刀剁成碎片的 校长 告诉我大企鹅的启动密码 你想干什么 我要入侵大企鹅 启动手动控制 你要趁我拖出安德的时候 用迷你机器人修好其他人的编码机器人 有了同伴的帮助 小制才有胜算 好的我知道了 我们试试吧 怎么了 怎么了 你已经动不了了吗 那是 你想多了 你看 你 你 你 我 变马 旋转兜风 我们得想办法帮助小智 刘娜 目前来说 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小智加油 你的实力果然不是一般的强 你还是放弃抵抗 趁早投降吧这位叔叔 小智听我说 你知道当我还是小秋的时候 在学校里整天都在干什么吗 我把编码学院开展的 所有编码对决数据 都保存到致命狼珠里了 接下来 为了利用能量球的力量 我特意编写了能够自动进化的编码 自动进化 所以我的致命狼珠 绝对撑得上全世界 拥有最完美编码的机器人 编码 超级攻击 糟了 怎么会这样 它变得越来越强了 能量等级马上就达到百分之百了 怎么回事儿 迷你机器人都准备好了吗 是的 准备好了 好的 我们上 大企鹅 你想操纵这个大玩具和我战斗吗 别逗了往前 你跟我来真的吗 是大企鹅在战斗吗 没用的 顶多拖一下狼珠补充能量的时间 耽误个几分钟罢了 这是什么 玩笑就开到这里为止吧 让你们见识一下能量球真正的力量 各位的白日梦和幻想也该到此为止了 小猪 小猪 小车 这下好了 没有人可以阻止 我安德称霸世界了 你们的编码机器人可以正常使用了 老师也会想办法修理红色风暴的 阻止安德吧 可以做到吗 说的 好 大家都准备好了吧 当然了 一群不自量力的家伙 孩子们啊 就让安德叔叔来教你们什么是真正的编码吧 接招吧 我看到了 脑痒都不合格 什么 太可恶了 你别想丢传 看来王晴和李赫把你们教的不错呀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学校前面的小树林吧 小枝 是 老爸 老爸 爸爸 没能陪在你身边 对不起啊小枝 没关系啊 还有你送的红色风暴 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呢 不过老爸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嗯 是能量球中一个虚构的空间吧 呃 能量球吗 呃 是的 因为你和能量球有了精神感应 我们才能在这里见到彼此 呃 呃 就只能在这个精神感应空间 呃 像这样见一会儿 聊一会儿 呃 但是呢 看到小智变成了这么好的孩子 爸爸真的好开心啊 哦 爸爸 朋友们还在等着你 和他们一起勇敢地并肩作战吧小智 你和爸爸迟早还会再见面的 好了 快回去吧 你的朋友们需要你 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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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是为了保护我吗 我不会饶了你的 愤怒吗小致 不过红色风暴的编码内核 已经被我击碎 事到如今也无能为力了吧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这就是能量球的力量 苏醒吧 红色风暴 现在轮到我们来保护朋友了 我赢了 怎么会 醒来吧 红色风暴 修成 看那里 编码内核明明被破坏了 只靠着精神感应操作红色风暴吗 现在我们只能靠小致了 整个世界的未来 小致可以做到的 我相信他 小致 动作要快 好的 我一定会尽快阻止他的 我们上 红色风暴 变码内核明明已经被完全破坏了 怎么可能 事可而止吧 你已经非常强大了 你要是成为了大人就能理解我了 人类的欲望本来就是没有尽头的 我长大以后 绝对不会成为你这样卑鄙无耻的大人 你现在可能无法理解我 不过呢 我马上就会让你臣服的 我才是这个世界未来的主宰 放弃吧小智 不行 我还有那么多想要保护的伙伴和战友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怎么回事 对不起朋友们 都怪我轻信了别人 把你们带到这里 不是的 我们都被小秋骗了 现在就道歉也太不像你了 没错 现在还不是道歉的时候 怎么回事 这些小鬼的机器人 怎么又重新站起来了 各位 都准备好了吧 是啊小小智 我们准备好了 我们上 怎么样 现在还敢小瞧我们吗 可恶的小鬼 就算每个人的力量有限 只要团结 我们就能战胜一切 好了 你还是山草投降吧 因为你已经没有胜算了 好吧 我承认现在我可能打不过你们 只可惜 你们终归还是一群单纯的小鬼 你是什么意思 我们只是在边上看着什么也没做 是的 我们保证之后也绝对不会出手的 既然这两个家伙不是你的朋友 就算我让他们消失了你也无所谓吧 你说什么 救命啊 我们以后再也不敢背叛朋友了 已经来不及了 我要阻止他 等等 这是安德的陷阱 你自己也会陷入危险的 那我们也不能袖袖旁观吧 小智 很好 你们还要再靠近一点 我就能动手了 唉呀 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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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不能放过你 小致 怎么回事 人呢 去哪里了 怎么会这样 拥有能量球的致命狼珠 居然也无法抵御 你还没明白吗 能量球已经做出选择 和红色风暴共同战斗了 你说什么 能量球是属于我的 你错了 能量球是不会属于任何人的 它的存在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我们上 红色风暴 憋马 红色旋风重拳 看招吧 不要啊 同学们 老师老师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我们太莽撞了 差点闯下了大祸 对不起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不是的 孩子们 明明是你们几个拯救了我们的学校啊 你们大家没有睡 小致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的 我喘不上气了 你和红色风暴 你们俩简直就是最佳搭档啊 最佳搭档 看 看我干什么呀 好吧 你的表现还不错 好了吗 够了吗 辛苦了 小致 辛苦了 这次我还见到了我老爸 他一直在守护着我 虽然不在我身边 是的 我们也相信是这样的 好期待啊 好 现在我们要宣布地下城对决的结果了 今年大家的表现都比往年格外出色 所以老师们相信 结果无论是谁 都是实至名归的 我宣布 今年的编码战神就是 我们的好朋友 小致 小致 太好了 太好了 还不是多亏了你们 结果竟然是你 在我看来 红色风暴还是有很多缺点的 你也一样 我发现你比我们刚见面的时候 话多了好多啊 我们俩的关系 需要这么多话吗 也对 好吧 我要挑战你 我们去外面对决吧 红色风暴 准备好了吧 要上了 小致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大管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